男孩整理杂物件时 发现一个密道 他努力打开一看 里面竟轰映了一只500年的妖怪 男孩吓得半事 原来这只妖怪被一只毛轰映住了 而这只毛只有人类才能拔出来 妖怪开始诱骗男孩帮他拔出来 从懵命中淡定下来的男孩问 帮你拔出来有什么好处啊 愚蠢的妖怪说 先吃掉你 然后让附近所有的人都下地狱 你当我250吗 傻子才帮你呢 妖怪想抓他 咦 没抓着 男孩打算离开这里 妖怪马上叫住他 只要男孩把他晃出去 他什么条件都答应 男孩又问道 那你出来后第一件事想干嘛 男孩骂他是愚蠢的大笨蛋后 在妖怪的叫苦连天中 又把他疯了起来 可男孩不知道 这将会是他噩梦的开始 早上 昌月继续上学 在学校该泡溜的泡溜 该打球的打球 只是家里有妖怪 他总觉得不踏实 直到下午回来后 有两位同学前来拿书 突然昌月看到同学后面有东西 他揉了揉眼睛再看 可两个女孩什么都没看见 这个男孩看见同学身边全是虫子 可女孩们却看不见 男孩吓得半死 他看见一条大虫正想吃的女孩 他赶忙用手去抓 这时男孩想起了那只妖怪 于是跑过去问妖怪对他做了什么 妖怪大笑起来 原来男孩打开地窖时 把妖怪积压了500年的妖气 全部释放了出来 从而吸引了周围低级小妖怪的灵魂体 很快他们就会变成实体攻击人类 这时男孩听到同学的惨叫声 打算去救人 可妖怪说 没用的 你救不了他们 只有我能救 男孩别无选择 他只有一个条件 把妖怪晃出来后 帮他除掉外面的怪物 然后他使用九流二虎之力 终于拔出了毛 妖怪获得自由后 一拳打倒男孩 尽管愚弄本王 脑子要好好折磨你 一脸懵逼的男主说 说好的约定了 所以他们要会和人类做约定 正对话戏弄自己 男孩生气了 他站起身 竖起麻 所有的妖气 汇聚以齿 变成了他的头发 此时的男主 犹如从地狱走出的恶魔 妖怪变怂了 两年的小只 和五百年前 把他盯在这里的勇士 一模一样 妖怪吓傻了 他疯狂乱脏 然后跑楼出去 顾面的苍越追着打 妖怪不断的求饶 此时两个女孩 被小妖怪团团围住了 可房屋上面 还有一只巨型大虫 变成小弟的妖怪 和苍越打算合力攻击 他们一前一后 斩杀了这条大虫 男主落地后 慢慢变回了原形 毛告诉他 这是一只 专门斩妖触魔的毛 它是2000年前 在中国铸造而成的 它能将人的灵魂 变成力量 讨华妖怪 人类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变成野兽 与毛融为一体 但使用久了 人就会慢慢受化 原来上一代主人 已经受化了 此时妖怪想逃走 常怨拦住他 你释放了那么多妖气 肯定会引来更多的妖怪 打完了再说 而门后的两个女孩 听到男主说的话 面面相屈 因为他们看不到 这只妖怪 从此以后 男主就叫他阿虎 他们各怀鬼胎 妖怪心想 我跟着他 趁他不注意就把他吃了 男主心想 我绝不能让这么凶残的妖怪 出去祸害别人 一人一腰 就这样融洽地相处了起来 你见过直冲云霄的 双头蜈蚣吗 这一个废弃的教室 几个女孩 对眼前的石像 非常感兴趣 一个女孩凑近一看 他们搬的东西 打算离开 可实相的眼睛 漫然变红 里面好像有东西蠕动 当女孩们缓迎过来时 已经晚了 此时 苍越正带着妖怪听课 被红衣了500年的阿虎 听得津津有味 但苍越却在想 自己的花小麻子 为什么没来上课 突然 他身边的毛 发出刺耳的声音 然后教学楼一阵抖动 他快速从下楼 却看到已经石化 半个身子的同学 你们 我死了 苍越来到石化地点 却什么也没看见 他向阿虎问 这是个什么妖怪 阿虎知道 但就是不说 你说气不气 苍越话怒了 变身成战士 把阿虎胖揍了一顿 他才说出 关于这头妖怪的信息 原来这是一只 叫石石的妖怪 他们专门寄生在古董内 他们会把人类 拖进自己设下的结界 变成石头 然后慢慢吃掉 传说石石怪 曾经吃掉过一支军队 他嘲笑苍越愚蠢 明明刚才结迹 就在他面前 他却没看见 结果苍越当头就是一棒 警察来到现场看场 却什么也没发现 几个女孩在结界内 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们离开 这时石像妖怪走来 伸出无数触手 把麻子吸住 不一会儿 女孩就开始慢慢石化了 得知真相的苍越 冲了进来 他完成变身 抖起毛络 直接砍断结界 然后和石石怪 正面硬刚 他直戳对话心脏 但那不是他的本体 结果被妖怪 吸住了脖子 石石怪露出本体 原来是一只双头蜈蚣 苍越被缠住后 这时结界要关闭了 阿虎兴高采烈的跳楼出去 别怪我没告诉你哈 一旦姐姐关闭 你就玩完了哟 苍越想去抓毛 可石石怪又把他手控制了 无可奈何的苍越 只有求阿虎 把自己的同学救出去 此时 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石化 阿虎看到自身难保 却还想着别人的笑脸 霍里帮他一次 石石怪见阿虎帮忙 于是想把他也留住 结果全被打了回去 此时 苍越只剩一个头了 石石怪正要吃了他死 阿虎最终不忍心 他推开姐姐说 石石怪见状 向阿虎发动攻击 被吸住的阿虎 有点撑不住了 这时边上的毛倒下了 苍越心中摸脸 小老天快过来呀 我需要你破开石头 划出低层硬的毛 突然飞了过来 破开了苍越身上的石块 然后帮阿虎撑起了结界 局势瞬间发生了逆转 外面的人则听见一声巨响 这时云术强光直冲云霄 天空突然出现两个音质煞爽的怪物 然后又是一声巨响 一个石像人破开外壳 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双头蜈蚣怪 老羞成怒的蜈蚣向苍越冲去 阿虎告诉他 大蜈蚣的弱点是左眼 你在毛上面搞点口水 然后吐下去就OK啦 之前苍越吐了一口82年的口水 然后拿着毛从天而降 直擦蜈蚣老眼 接着他又正睡着女孩的石头外壳 此时光光无限好 可惜你们看不到 然后他们画作一对神仙剑领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只留下美好的倩饮 回到家的阿虎 刷着活活的视频很好奇 明明我在这儿 没想到这个小黄块里也有我 有点意思 可此时苍越脑海中 想的全是他们激起满满 眼前这个女孩想跳楼自杀 苍越见状把手中的毛扔了过去 女孩落在上面 但还是掉了下去 他们慌忙从窗户跳出去 然后拉住女孩的手 才没被吊下去 可下面有个魔鬼 不停地呼喊她的名字 好家伙 我只好来个 哎呀我去 那么这个女孩 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们还要从 一幅神秘的话说起 苍越很喜欢画画 这天他和同学 参观绘画展展时 他被一幅阴暗的黑白画吸引住了 苍越心想 要是能把画中的女孩 拿出来做自己的马子 做自己的模特多好啊 可活了几千年的阿虎 看到照护画 就知道有问题 照护画的作者 是带着诅咒死去的 估计他已经变成了恶魔 第二天 苍越依旧带着 想吃他的阿虎上学 在别人眼中 他这是在自嗨 突然他被学长绊倒 学长觉得 他最近在学校 太出烘头了 想杀杀他的锐气 看着苍越被揍 没心没慧的阿虎 笑得根本停不下来 这时 如同行事走路的李子 走了出来 这个李子可不简单 原来他曾经 刺杀过世事 都被救活了 苍越一看 这不就是照片中的女孩吗 他跟上去 要女孩做他的模特 可女孩说 我的确是画中的人 但我爸爸死了 他在召唤我 你要是接近我也会死亡 李子走了 苍越还想追上去 可这时 突然开了一辆大卡车 撞向阿虎 苍越回来 顶住卡车 然后一毛皮下 卡车被劈成的豆腐块 他们看到一只魔鬼 汇聚在空中 然后一伞而过 苍越找到麻子 想问他关于李子的信息 原来李子在学校 从来不和任何人交往 由于长得漂亮 当初追求他的男生 全部意外死亡 李子受不了 也自杀过几次 知道这以后 苍越打算查清事情的真相 这天他回家 突然又被学长拦住 他警告苍越不要接近李子 苍越不答应 学长又开始教训他 可苍越说 难道你知道李子自杀的原因 原来学长和李子 从小亲没住吗 在小时候 李子的妈妈 居然和他爸的学生私奔呢 李子爸爸深受打击 精神失常 有一天 学长去李子家 看到他爸爸正在画画 没几天 他爸爸就死了 从此以后 李子身边就经常发生怪事 这时在一个阴暗的宅子里 那会油花上 突然出现一个魔鬼般的面孔 然后伸出手 从画中钻了出来 上体育课室 苍越看到李子独自一人 于是上去叫他一起玩 看到如此真诚的男孩 李子答应了 可当他们走到操场时 突然刮起大轰 一股强大的龙卷轰 把他们困在了里面 操场突然刮起龙卷轰 然后从中出现一只手 把苍越抓伤了 李子回头一看 只见一只大怪物 嘴里不停地喊 李子是爸爸的 别人不许碰 李子求他不要伤害苍越 自己马上就跟爸爸一起走 苍越站起身 骂他爸爸剩500的弟弟 老路的魔鬼出手 却被阿虎打断了手臂 一摇一摇就这样呼叫起来 诶 谁的声音大 谁就赢 但小鬼还是叫不过 几千年的腰 他落荒而逃 李子感觉对不起苍越 哭着跑开了 苍越和学长来到他家 却看到李子正从楼顶 一跃而下 苍越慌忙用毛接住 然后冲上二楼 破开窗户拉住他们 但魔鬼老爸居然在下面 不停地叫李子掉下来 苍越说 从现在起 我们是你的朋友 你不会再孤单了 一边是魔鬼老爸的死亡召唤 一边是朋友对他求生的呼喊 最终李子选择了身 苍越把他们拿了上来 但这彻底激怒了他魔鬼老爸 他一把抓住李子和学长 要把他们拖入自己的画中 苍越召唤兽毛 灰色一跃 戳了过去 但戳不多 旁边看热闹的阿虎说 你戳个灯啊 这文化的本体是画中的人魂 只有等他完全回到画里面 才能撒死他 这时魔鬼想把苍越一起拉进去 眼看苍越快被吸进去了 外面的阿虎说 小样求我呀 哭着叫爷爷 我就救你出来 可苍越就是不让他得逞 阿虎大失所望 蹲在那几秒钟后 还是忍不住 他跑过去从画中拿出苍越 可他后面还带着两个尾巴 阿虎叫他晃手 他不肯 阿虎只好跳进画里 一把把魔鬼抓伤 他出来后 叫苍越赶紧吃话 苍越吃了过去 没想到李子挡在了中间 所有人都傻眼了 可最后李子居然无伤掉了下来 原点毛直伤妖怪 不伤凡人 最终苍越杀了魔鬼 一切恢复平坚后 画中再现他父亲慈祥的面容 最后他留下的黑白话 也变成了彩色 李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苍越趁机邀请他做自己的模特 阿虎却想趁机吃了苍越 却被打了回去 学长一脸蒙蔽的问 这只大猫是谁呀 苍越只好溜中大吉 老人叫施工队 千万不要碰那块石头 可施工人员不信 搬走了大石头 结果从箱子里 钻出几只妖怪 吃掉了所有的人 他们被封印了几百年 现在要去找 封印他们的日期预角报仇 苍越正在上厕所 阿虎突然来个偷袭 要吃了他 他瞄得居然上厕所 还带着长毛 出来后的苍越 突然看到电视上的新闻 他以为是阿虎这只妖怪干的 于是找他干架 阿虎莫名背锅 十分不爽 他释放雷电 却被苍越挡了回来 然后再来偷袭 阿虎自知打不过 于是撂下狠话逃走了 被封印了五百年的他 制作出来后还没吃过人 他决定今天大吃一顿 来到大街上 我来敢去 那么多人 他高兴坏了 可这时一辆卡车飞翅而来 瞬间把他撞到墙里面 抠都抠不下来 他想问刚才撞他的家伙是谁 他老羞成怒 释放雷电 把所有的汽车搞报废了 苍越打算去暗话现场查看一番 却看到一个老人 拿着一本书说 恶魔被释放出来了 警察不赖还 就把老人推到了一边 后面的苍越扶住老人 当他看到地上的书中照片时 卧槽 这不是锦上当丫头吗 老人发现他日识书中女孩 于是给他讲起了几百年前的故事 当时在布置板 有几个妖怪经常吃人 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最后一个叫日去玉角的女子 打败了他们 并用钥匙把他们轰印住了 玉角大人叫他们 而井上刚好坐地铁出门了 男孩非要买玩具 突然床外出现一只 封印了五百年的妖怪 他打算吃的男孩 可当他冲过来时 大人看不到 但这个小孩却看见了他 他吓得哇哇大叫 阿虎一脸懵逼 这是啥玩意儿 我法力这么强居然穿不透 他打算随便找个人开开婚 结果正要下口时 我擦好臭 这是什么味道 然后他又对一个男人下口 我去又有味道 他非常愚闷 怎么现在吃个人那么懒呢 放眼看去 人类身上不是有味道 就是有金属 我太难了 当苍越听完老人讲的故事后 他知道井上肯定有危险的 于是给他打电话 但没人接 问麻痣才知道 他去别的地方了 于是他们赶了过去 正让阿虎难过之际 突然看见一个最佳目标 他身上既没有金属 也没有气味 阿虎喜出望外 垂涎三尺 他飞奔过去 正打算吃掉女孩时 突然感觉周围有妖气 不一会儿就从大厂出现五个人头怪 而他们的目标 正是眼前的女孩 锦上 千金鱼化之际 一个毛飞了过来 阿虎感觉好熟悉 长越叫锦上快逃 锦上还一脸懵逼 可当他转过头时 吓得天叫连连 长越赶忙召唤毛回来 锦上这才跑进一座大厦 面对五只妖怪 长越刺过去 却被对方咬住了 剩下几只纷纷上来咬住他的腿 可能嫌他的肉太硬 于是把他打晕在车上 妖怪继续追女孩 锦上来到商场 突然五只妖怪追了上来 他们见东西就咬 锦上只有拼命的跑 妖怪后面不停的追 他见前面有个电梯 慌忙跑进去 关上门 才逃过一劫 阿虎看到长越被打晕后 也没了他 继续打算抢自己的食物 结果 于是他也不隐身了 直接开干 玻璃外突然出现五个人头怪 吓得电梯内的人尖叫连连 妖怪张开血喷大口 正要吃了女孩时 女孩掉出了大厦外 幸好他的包包挂在一根钢筋上 才没有掉下去 五个人头怪看着掉在半空中的食物 商量怎么分 这时包包突然滑落 女孩掉了下去 一只妖怪张口就要吃了她时 突然一道声音散过 这是我的食物 你们也敢抢 阿虎把女孩晃到屋顶 五个人头跟奶叫阿虎不要抢 否则把她也吃了 一个人头冲了过来 直接被阿虎拍去肉泥 趁他们打架自己 锦上逃走了 一个老人头生出三千发丝死死的弹住阿虎 他叫另外三人去追女孩 就这儿也想困住我 阿虎挣脱出来直接把鬼头吓傻 三个人头追上女孩 他们想玩弄一欢 等爷爷来了一起吃 这时三人头直接过来咬住阿虎的身子 よし 原来是藏我的身子啊 另一个箭打不过 于是朝女孩进攻 阿虎大意了 关键时刻 一根毛定住了他 阿虎郁闷了 明明可以老五杀 却被这家伙抢了人头 阿虎想溜走 昌月叫住他 兵队早上误回他的事道歉 阿虎趁机骂他 终于昌月忍不住了 两人又开始吹鼻子瞪眼 锦上叫停他们 并给阿虎一个汉堡包 阿虎一脸懵逼的说 妖怪怎么能吃这玩意儿 我要吃你呀 于是把汉堡包一口吃了下去 那个黑人一拳打在男人身上 他马上变成了一只妖怪 随着黑人一声劲 妖怪变成了渣渣 原来他是符咒师 彪 他一直在找杀害妻女的仇人 杀掉两只妖怪后 他看到电视上阿虎的身影 和当时杀妻女的仇人影子很像 于是来到日本 却看到两个混混在欺负小孩 他看不惯出手了 这时 妖怪的影子 想起仇人静在眼前 他狂狂的找唐越攻击 唐越被他狂烈 正当彪师要废了他时 突然就毛发动的攻击 彪师认出了这件神器 解开误会后 他讲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原来他是广东人 他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妻有女 但早点他回家时 突然发现家里有个身影 抓伤他并逃走了 当他进屋时 却发现妻子女儿 全被这只妖怪吃掉了 他拿出照片 我擦这不是阿虎吗 唐越心想 阿虎在地窖 红阴了五百年 这只妖怪不可能是他 但想到今天早上 阿虎抓伤他 而且还想吃掉他时 唐越又想借 彪师之手把他除掉 于是他出门了阿虎 但回到家 唐越总是过意不去 其实他们谈话间 阿虎已经来了 他不想解释 彪师也不含糊 两人开干 一人一妖 你来我往 冲早上打到晚上 虽然失去力敌 但阿虎越战下风 早上唐越依旧去上学 但总是心不在焉 还被老师扔黑板叉子 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 一人一妖 都打得筋疲力尽 阿虎使用十万伏特的雷电 且被对方挡了回来 昌越已经放学了 马子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 实在受不了 于是跑过去打了他一拳 不开心就去做自己想错的事 昌越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了 于是他跑到阿虎的战斗现场 他拦在彪师面前说 这家伙不是你的仇人 他在我家地窖待了五百年 彪师花路了 老子打了一天一夜 好不容易把这家伙打倒 你现在跑过来告诉我打错了 错我要杀了他 昌越继续解释 可彪师根本听不进去 他失谎大招 昌越叫阿虎快逃 可傲娇的阿虎叫他别多罐闲事 之间所有的彪飞了过来 彪师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 可他追了十五年的仇人 这魂痛苦又是谁能明白呢 最后他帮昌越做了简单的处理 然后继续查找自己的仇人 大战后的昌越正在熟睡 阿虎又想来吃了他 可看到满身是伤的昌越 还是感觉汉堡宝比较合口味 女孩在海上滑船时 突然发现不对劲 下一秒 他跟蓝猪打电话说 自己被妖怪吃了 正在他肚子里 另一边阿虎站在海上那 突然从海里钻出了一个人 他说自己是海座头 专门管制这片海域的妖怪 他请求阿虎帮他除掉一只海怪 那是一直由葬身大海的人类灵魂 组合而成的妖怪 实力非常强大 就连海座头都被他打伤了 阿虎裂嘴一笑 有点意思 这只庞大的海怪出现 羊人马上伞到一边 可海怪实在太大 阿虎的十万斧头 还不如给他挠痒痒 他有尾巴伞过来 阿虎快速躲避 紧接着他又是一口 阿虎被咬了进去 他苦苦支撑 妖怪左右摆动 然后竖着松口 阿虎掉了下去 海座头急忙过来救他 可阿虎出不去了 他只好对海座头说 然后他使用雷电 把海座头送了出去 此时的长远 因为接到麻子 被妖怪吞的求救电话 正在找自己的毛 突然从淋漠头 滴出一滴水 幻化成一个老人的模样 他叫长远 其就一个叫阿虎的憨憨 他在海怪的肚子里 女孩划船时 被海怪吃进了肚吃 这时海怪的肚子里 突然出现很多怪物 要吃的麻子两人 在上面的阿虎看见后 咦 这不是金藏和长远 在一起的小梁子吗 没办法 他现在必须讨好长远 正当怪物要吃到他们时 直接一刀闪电消灭了怪物 麻子看到这只呆猛的怪物 在船头 更害怕了 阿虎说 长远会来救我们吗 一听见长远的名字 麻子顿时熟络起来 他聊起了长远小时候的事 原来长远小时候就没妈妈 一直由他爸爸 在庙里把他带大 这时海座头带着长远 来到海怪的劫界处 看见大妖怪 长远飞一身用毛戳了过去 可毛就像戳到一个皮球似的 又弹了回来 不管他怎么搞 就是没办法伤害他 于是他只好破开结界 妖怪貌似生气的张着大嘴 他直接跳进妖怪嘴里 然后来到了肚子里 妖怪肚子里的冷船突然下沉 露出他的真身 小男孩的玩具掉了下来 麻子去捡时 船突然被妖怪打烂 阿虎赶紧抓住他们 此时他心想 当阿虎要飞走时 突然感觉有股强大的吸力 他赶紧伸出毛话吸住周围 可很快他撑不住了 千斤雨话之际 苖越赶来了 你别自作多情的 我特别是为了我马子来的 心力越来越大 眼看后面的马子快吸进去了 长远叫小孩去拉住姐姐 小男孩勇敢地爬过阿虎的身体 把马子拉了回来 可这时长远的毛又脱手了 这把毛就像拥有了自主意识 他自己飞了过去 散伤了妖怪的真身 然后他们河里 硬生生把妖怪的外壳切开 最后妖怪发生无数个鬼魂 消失在夜空之中 经过这一战 阿虎和长远的关系融洽了不少 趁老爸不在 熊孩子居然打开了红阴的地下室 释放了地下500年的妖怪 老爸回来后 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在500年前 有一个凶肠无比的妖怪 见人就吃 最后一名男子与妖怪 大战了四天四夜 长远破血之马 把他钉在了地下 男子在上面建的一座寺庙 这就是长远家的祖先 而他们家唯一一条主讯 就是千万不要打开地下室 长远上座没听见 觉得老爸温柔的训斥踏实 他口中凶残的妖怪 其实就在他身后 老爸要长远花式 千万不要打开地窖 长远心想 他拿着兽帽 正打算出去 老爸一看 当他们出去子 却看到老爸盯着 破开红印的门 表情变成了这样 长远听坐海头说 老妈还活着 他回来质问父亲 为什么说妈妈已经死了 可父亲总是各种推诿 气得长远当场发飙 正当他要说出实情是 电话里面又响了 原来是上面派来的任务 老爸不得不离开 长远拦住他不准他走 两夫子又干了起来 就把隐身的阿虎打了出来 老爸一看 你就是地下室被轰印的妖怪 阿虎气死了 一人一腰推着老鼠打 原来老爸叫子木 是专门斩药杵的租植 子木向上级汇报 兽毛已经被拔了出来 几个老家伙下出了冷汗 兽毛接着说 兽毛是被我儿子拔出来的 妖怪正护在他身上 老家伙根本不信 他儿子有这种本事 甚至有人说 是他自己故意可以儿子的 只有一直不说话的 头头才相信他说的话 头头叫子木 处理好这件事 不然白面者将会顾出 可几个长老表示不服 他们要擅自行动 男孩居然用丧古神器 切火腿压泡面 正当他要慢慢品尝时 藏面的妖怪就是一口 嗯 我看了快起来 苍越一拳打过去 两人干了起来 可他们又把泡面搞到了 这还吃个灯啊 阿虎高兴坏了 快把那个棍子扔了吧 正当长越看着棍子感叹是 老爸出现 居然拿这个神器切火腿压泡面 可长越说 晚饭后 长越再次问起妈妈的事 直木一脸忧伤的神情 他拿出120万日元 叫他自己去找真相 这时是他长老已就位 直木如此真身 他要杀了这只妖怪 未明除害 两人在雨中大战 但双方势坠力敌 长越看到老爸实力如此强悍 简直不敢相信 他又去阻止 可他们早已撒红了眼 他们把长越踢了出来 长越花路了 然后他又对着老爸输出 阻止了这场战斗 这时老爸说 我一个神魂是这里的住持 另一个神魂是 专门护着清零妖怪的华丽森 这次接到上面的任务 就是要除掉这只妖怪 但和他接住之时 感觉他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惨暴了 于是直木对一只暗中关照的 四大长老说 我试探过了 这小岛地儿没毛病 可本来就带有敌意的 四大长老根本不听 四妖怪就必须消灭 张老公来 直木阻拦 长越一脸懵逼 老爸叫他带着阿虎 去找他妈妈的真相 可长越要由不清并肩作战 对方使用禁锢振华 直木快速抵挡 此时阿虎被禁锢了 对方骂他是低等妖怪 阿虎花路 扛住禁锢之术 慢慢走进他 然后一拳把他打灰 见老爸被他们禁锢 长越拿起毛就开干 可没变成了他 被打晕 这么落入长老之手 这时阿虎冲了过来 他和直木合力把长老赶跑了 第二天 长越醒来时 直木叫他去找母亲 并给他留了信物 就这样 长越带着阿虎 踏上了寻找母亲的艰辛之路 一架飞机被怪物缠上 驾驶员努力控制飞机 可最终飞机惨遭解体 男主打算坐飞机去找妈妈 上飞机前 他听有人说 一架飞机被怪物吃掉了 他问阿虎是什么妖怪 可阿虎像个想法老似的 看到飞机高兴的直跳 根本不理他 男主揪住他的毛 他才说 这种怪物叫青 是天上的霸主 他曾经和怪物交过手 这种怪物怕火焰 上飞机后 没想到男主和飞机失事的 驾驶员女儿 勇坐到了一起 看到女孩害怕的生气 长越抓住他的手 伴随着杀猪声 飞机起飞了 由于阿虎是隐形的 他直接从前排滚到了后面 他在飞机上 左看看右看看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女孩爸爸以前的部下来看望他 他跟男主讲起了 怪物袭击飞机的情况 当时他驾驶战机 正好看到了一个大家伙 实时铲出客机 而此时外面的云层开始变色 男主再次感觉到 拉着压迫感 下一秒 飞机开始震动 此时 飞机已经成了怪物的郎中之物 男人意识到驾驶员出事了 急忙跑过去 撞开驾驶舱 发现驾驶员全死了 他只好自己驾驶 可怪物突然袭袋 才是吓傻了 阿虎提醒男主 瞎了点 别慌 你不是带着毛吗 召唤过来干掉怪物 男主召唤毛兽 毛兽回应 出现了他手上 长远完成了变身 他叫阿虎穿过机壁 赶走怪物 可阿虎不干 长远追着他打 最后捅到屁股 把隐身的阿虎逼出原形 众人都刷傻了 阿虎被迫穿过飞机 怪物看到阿虎 从驾驶舱退了出去 阿虎把刚才的菊花之洞 全部发泄了出来 怪物被缠住的机翼烧断 飞机终于恢复了控制 大家都以为得救了 可长远还在担心 尾巴被卡住的阿虎 此时阿虎正在和怪物交战 他失望雷电 丢航豪化无伤 他只能近战 和怪物你来我往 女孩来到驾驶舱 发现叔叔受伤了 师叔请求地面部队出动战机 可地面并未发现异常 拒绝营救 这时长远进来说 用火消灭他 可飞机上根本没有大量的火焰 除非地面部队用导弹 这时阿虎出现在机头 他对长远说 你的兽魔可以穿过击毙 我们一起干掉他 长远瞬间找到灵感 你把妖怪吸引到你尾巴处 用雷电做信号 我斩杀他 阿虎开始慢慢吸引妖怪 然后趁机把妖怪按战身下 收放雷电 长远看到信号 和女孩一起刺了上去 终于成功了 可这样还是杀不死怪物 怪物再次出击 这时地面已经发现的异常 他们派遣战机上来 发现了飞机上的怪物 男人叫他们用导弹攻击 可怪物附在飞机上 根本没话用 这时长远叫阿虎 把自己弄上去 他用手中的毛隔开怪物 可在这种情况下 稍有不慎 人就会掉下去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于是阿虎把他拉上去 他们紧密配合 发动攻击 可还没近身 就被妖怪死死缠住 妖怪把阿虎的嘴堵住 他没办法喷火 正在这时 毛自动砍断怪物的手臂 阿虎喷火 然后带着长远 砍断了怪物 护在飞机上的所有触手 此时怪物脱离飞机 被战机锁定 又发导弹袭吸来 妖怪被烧死 但他最后说 既然这把毛出现了 就说明白面者也将现身了 飞机恢复了正常 可当飞机降落时 后轮却放不下来 此时长远说 阿虎啊 我们快死了 我好怕怕 阿虎嘲笑他 为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的熊孩子 牵得居然那么怂呢 长远开始用激将谎 我知道你没什么本事 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妖怪 有辈子把飞机拖起来给我看看 阿虎听到这话 气死了 于是飞机落地刺激 后面出现了一只大妖怪 飞机总算平稳落地 长远站出来 正好看见阿虎一脸得意的样子 和勇告别后 他们踏上了新的旅程 他是一只人人害怕的年幼 曾经不忍伤害人类的他 现在却杀人如麻 视人类如仇敌 就连亲兄弟都不晃过 当长远和阿虎走在大街上时 突然发现女孩都丝袜破了 男人的公文包坏了 女人的外套割烂了 而这一切全是这只妖怪搞的鬼 他向瘦毛花弄工具 长远马上变身 一棍子把他拆倒 正当长远要杀了这只年幼时 一个女人叫停了他 并跪着向长远道歉 原来他们在试探 长远是不是瘦毛持有者 他们想让长远杀了自己的兄弟 石狼 因为石狼现在对人类滥杀无辜 兄妹俩不想看得哥哥淋陷 正说着 石狼已经杀到 他和长远交战 只用了一个回合 长远便倒地不起 当石狼再次攻来 一只手掏空了他的身体 原来是阿虎 对方不服 阿虎失望十万胡托 他变怂了 然后逃之夭夭 他们知道石狼要求破坏工地 于是跟了上去 其实以前石狼身性温和 并不是现在这样 他们原本有一个美好的家园 但不久后 由于人类施工建设 毁了他们的家 人类到处驱赶他们 导致他们无家可归 于是石狼开始报复人类 他们来到工地 碰到石狼 他花起攻击 熊妹俩阻止他 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 都不能消除石狼对人类的恨 长远不能让他滥杀无辜 于是和他开战 一个回合下来 石狼箭打不过 一气之下 贴掉一块大石头 试图打死他们 可当他下来一看 没想到长远和阿虎 顶住了大石头 年幼两兄妹却压在了车下 长远叫阿虎去救兄妹俩 然后对石狼说 我理解你家园被毁的心情 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作为人类 却无法为你们做点什么 这时 施工队的人来了 他们向石狼扔石头驱赶他 石狼亮出镰道 工人吓得撒腿就跑 可他的烟头却落在汽油上 点燃了油 阿虎拼命的抬 但力量太弱了 石狼不忍心 哥哥妹妹使 也过来帮忙 这时 长远叫工人过来 有人听见呼救 于是大家都跑了过来 一起抬 他们终于获救了 长远对石狼说 其实好人也有很多 跟我走吧 我帮你们找个新家 石狼对着长远 咧嘴一笑 然后突然冲了过来 长远下意识用毛挡住 却杀了斯狼 石狼说 从你哭的那一刻起 我已经晃下了 其实我最想听的 只是蜡蜜 如果想活下去 就必须装成人类 他被称为守护神 传说只要谁得到他 家族就能四代长盛 荣华护贵享用不尽 但他却被狮理小人 囚禁了两百多年 直到一个手拿长毛的小孩 才把他解救出来 长远和阿虎正在泡温泉 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唱歌 长远游过去一看 我哪个去 好漂亮一个白话美女啊 阿虎这个憨憨 却跑过来说 他们的草盛 惊动的女孩 吓得他撒腿就跑 原来女孩是地主的女儿 叫小叶 父亲和奶奶都非常嫌弃 体弱多病的他 对他们来说 小叶唯一的用处 就是安护他们囚禁起来的守护神 今天守护神从他身上 闻到了男人和妖怪的味道 他对小叶说 也许救我们的人来了 于是叫小叶把他们找来 长远正在溜虎 突然发现一个女孩 差点被车撞了 他急忙跑过去救下女孩 结果一看 居然是昨天洗澡的女孩 更神奇的是 小叶居然能看见阿虎 原来小叶有白话的缘故 能看见妖怪的世界 这也是爸爸娶他妈妈的原因 白话一组专门安护守护神 但天生体弱多病 小叶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长远把女孩送回家 却遭到他父亲的谩骂 长远要走 女孩阻拦 他求爸爸给他半小时时间 小叶把长远带到守护神这里 守护神一眼就认出了阿虎 他在长远帮他破开结界 可被轰应了两百多年 突然解轰 外面的军长会把守护神 男孩救他出去 而刚才这个男孩手上拿的 说不定就是长毛 于是他从进来准备刺杀长远 果然是毛 长远和他你来我往 情景之下 阿虎想试试能不能破开结界 可失败了 长远正要去破坏 小叶挡住了他 他们世世代代 只为阿虎守护神 如果守护人死了 他就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地主趁机抓住长远 正当他要杀了长远时 阿虎打断地主的刀 顺便冲进了结界 他叫长远快动手 志气保护他 地主劝说女儿祖男 小叶想起妈妈的话 于是他也同意了 长远一毛皮下 守护神终于获得了自由 临走时长远对小叶说 原来就是长远 试探女孩有没有变得坚强 女孩刚想说对不起 但他突然想到 长远要很坚强地活下去 于是他说 长远满意地点点头 从墙里钻出无数只妖怪 要吃了他们 男主被逼上了绝路 就在刚才 男主正和阿虎坐公车 被轰应了500年的阿虎 感觉在玩意儿特别新奇 玩了一段时间后 阿虎突然停下来 与此同时 兽马划出警报 说明有大量妖怪来袭 一只蝙虎突然飞来 扰乱了司机的视线 长远和阿虎追击妖怪 挑了出来 但车子却坠落悬崖 长远来不及悲伤 这时从墙里钻出无数只妖怪 他们被包围了 这注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长远提议先跑回胜利里 在这儿会伤尽无辜 可阿虎却想念战 在长远的淫威下 他们撤离了 长远搞不懂 怎么突然那么多妖怪 要追杀他 这时一只妖怪 拉住他的脚 嘴里缩着 长远很诧异 此时无数只妖怪现身 把他们包围了起来 他们时时把长远压住 关键时刻 宋毛产生自主意识 干掉被修复的那只妖怪后 带着长远挥速逃跑 阿虎想跟上去 这时他面前出现的 一只巨大的妖怪 原来是阿虎的老乡是 医鬼 医鬼叫他不要帮长远 可死要面子的阿虎总说 他只是自己的食物 阿虎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追杀长远 于是 医鬼告诉了他其中的原因 此时宋毛带着长远 逃到了树林外出停下来 长远一头扎进河里 这时河水涌动 宋毛又发出警报 正当长远准备迎接战斗时 从河里钻出了一只河童 她是一只没有恶意的妖怪 她告诉了长远 被妖怪追杀的原因 原来在一千多年前 有一个女子 变成了一只非常厉害的妖怪 只要她待过的地方 将寸吵不生 他就是九尾妖狐 白面者 白面者来到日本 所有的妖怪一起对抗她 最终人类和妖怪 联合打跑了她 但那只是暂时的 妖怪们为了斩炒出关 拼命追杀 后来的事情 就与长远的妈妈有关了 河童还想讲下去 可这时受毛球花动的警报 长远只能继续逃跑 年幼两兄妹 发现长远有乱 一群妖怪命令他们去追杀 但长远对他们有恩 于是他们祭祖镰刀 公然与妖怪为敌 虽然他们恨人类 但长远不一样 很怪他们杀光妖怪 前提支援长远 另一边 一鬼正在给阿虎讲 大战白面者的故事 当初阿虎和他们 一起打败了白面者后 他就被受毛 钉在了长远家的地下 但其他妖怪 不停的追杀白面者 正当他们要 彻底铲除白面者时 这时出现了一个女人 在白面者的周围 封印了非常强的结界 而她就是初代责任者 也是长远妈妈的师傅 所以他们要杀了长远 出这口恶气 一鬼说 以前既恶如仇的长飞碗 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 连一个人类叛徒都要保护 阿虎最终妥协了 你们要杀就去杀吧 只要别出现在我面前就好 而妖怪们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此时长远陷入苦战之中 这时他突然看见 一个老人被妖怪为难 于是他背着老人 轰狂地朝村子逃跑 而长远不知道 正是因为他与这位老人的邂逅 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是一个妖怪横行的世界 15岁的少连正被妖怪追杀 这时他看到妖怪要吃一位老人 少连救下老人往村里跑去 他们来到一家面包店 可这时妖怪已经包围了村子 老人很好奇苍越的经历 苍越把自己拔出兽毛 被妖怪附身 被满街的妖怪追杀 还要找妈妈身上谜团的经历 全都说了出来 说完他还贴心地拿面包给老爷爷吃 老人问他接下来怎么办 这时苍越突然感觉不妙 下一秒他就被妖怪抓到了手心 他叫老人快逃 杀掉这次后又钻出了更多妖怪 他想如果继续留在村子 肯定会伤及无辜 于是他一边跑一边叫村民多好 一只妖怪正要吃了一对母女 苍越飞身一毛皮下 面对无情的妖怪 他终究还是比不过 情况不妙啊 他感觉自己要凉凉了 可他不甘心 我还没找到妈妈呢 就在一只妖怪要杀了他时 年有两兄妹赶来救下了他 可他们也受伤了 妹妹被打了回来 衣鬼出现了 小鬼实时咬住苍越 他们再一次陷入了混蛋中 远处的阿虎看到这一切 他很想去救那小子 但回想自己学校的承诺 他傲娇地说 脑子才懒得管他嘞 看到他们被打倒 阿虎有点看不下去了 衣鬼叫年用两兄妹 只要杀了苍越 就饶他们不死 可他们不是贪生怕死的鼠辈 说着两兄妹义无反顾地冲向衣鬼 这时实践天空出现一道禁雷 苍越抬头一看 阿虎终于出手了 看见没 没有我还是不行吧 阿虎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这时雾气突然笼罩 他们不见了 苍越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栋神秘的房子 当他走过去时 门居然自动打开了 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叫他进来 苍越一脸懵逼地走近一看 这里仙气逼人 没有半点活人的气息 随着神秘人的指引 他来到一个房间 咦 这不是守护神吗 作夫同志说 这是掌管所有妖怪的长脑 苍越一听 脑落地抓住他的衣理说 我他喵的莫名被妖怪追杀 原来是你搞的鬼啊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震了出去 长脑说出了原因 因为苍越的母亲 用结界保护了所有妖怪的敌人 白面者 当年他们好不容易打败白面者 他逃到一个地皇养伤 妖怪们找了十几年 当他们找到正想杀了他时 结果出现了一个人类离子 在白面者周围布下了结界 一千年来 女人们代代接替 妖怪无数次攻击 但从来没有打破 任何一个女人设下的结界 长脑说 妈妈叫日齐虚莫子 长脑知道 那是守护白面者的第三代女人 妖怪长脑承诺 不再追杀长脑 让他去找妈妈问个清楚 为什么要保护白面者 这时长脑似乎感应到什么 出去一看 阿虎正和衣鬼拔剑弩张 看到这种情况 长脑提议 要不你呢干一家 如果阿虎赢了 从此不再追杀长脑 如果输了 任凭妖怪处置 所有妖怪表示赞同 两大妖怪早就按到不住了 可一开始 阿虎就被衣鬼按在地上摩擦 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衣鬼认出亲手 撕压阿虎 然后把他拖过来 治伤了胸膛 衣鬼把所有的怨气 都发现了出来 长脑想上去帮忙 却被长脑阻止了 这时阿虎拿出了看家本领 他先是朝衣鬼喷火 然后再使用10万斧托的雷电 把对方烧成了炭子狼 战斗结束后 所有的妖怪都傻眼了 阿虎获得胜利 最后长脑才发现 原来当初的那位老人 就是眼前的妖怪长脑 长脑叫长月在屋里 挑选一样好东西 可长月看了看 几个调皮的小伙伴 然后说 临走时 一鬼问阿虎 刚才为什么不杀了自己 或许500年前 我会毫不犹豫地下手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最后他们潇洒地离开了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长脑说 女孩面前突然出现了 一只巨大的妖怪 他想召唤兽毛装个十三 可兽毛了得不了他 妖怪是不会给他客气的 他用无数的小舌 把女孩扶持了传住 原来女孩是守护兽毛的 光霸民众组织 培养出来的兽毛传承者 这个叫日能的女孩 找到长月 上来就给了他一巴掌 你拿着兽毛倒是很轻松 你知道我们为了得到他 训练的多苦吗 踏中长月手中夺着兽毛 然后把长月皱了一遍 也算是发现了内心的不满 这时他感觉有妖怪来了 然后拿着兽毛消失在雾气之中 兽毛被人夺着后 阿虎露出了吟笑 这时他们头顶飞过无数只妖怪 原来那是白面者 为夺取兽毛 派出的闭妖 一想到女孩游览 虽然此刻好像与他没关系 但长月不能见识不救 这时女孩正被妖怪围攻 他心心十足的 想召唤兽毛吊打妖怪 可人家了得不了他 兽毛不激活 如同废铁 他反而被妖怪吊打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股力量 兽毛发出低沉音 长月霸气归来 他夺着兽毛 咔嚓两下把妖怪干翻 面对兽毛 妖怪疾昏恐惧 他把呆肉目击的女孩 绑起来威胁长月 长月用兽毛破开 任何心中的妖怪 可自己却被妖怪绑了起来 老子从来没见过 这么愚蠢的人类 隐身的阿虎看不下去了 这他瞄的不是明摆着 让我出马吗 我讨厌这样的损友 你看看这副七代的眼神 可我更讨厌我自己 居然按照他七代的想法去做事 阿虎出手 必俗精品 长月赶紧召唤兽毛 一毛干掉了妖怪 女孩看到能把兽毛 运用自如的长月 走到跟前傲娇的说 但是别忘了 本小姐不是用不了 只是他不提我的话而已 一边的阿虎叹气 唉 现在的年轻人哪 真是死要面子 第二天 长月质问自答 兽毛先生 你真的愿意和我携手闯天涯吗 兽毛突然做出回应 你不配使用我 你赶紧把我扔在这 然后滚蛋吧 长月一看 原来是阿虎这个憨憨 他依旧把阿虎提得老远 简直羡慕的钥匙 但他有任务在身 只好先走了 可在肩上的阿虎 却看到摩托车上的人 犀利的眼神 原来此人是冲着他来的 他不敢示弱地前去应战 此时 许的妖怪已经附身到了客车上 只等猎物上钩了 长月交代了几句就上了车 此时阿虎正和摩托车的家伙对峙 原来他也是瘦毛寄生的秋叶牛 他对阿虎非常感兴趣 话不多说 两人太干 阿虎使用十万胡特 却被秋叶牛挡了下来 原来他手上的玩意儿 是根据中国武器八卦制作而成的 阿虎在使用火焰 却被对峰躲开 然后顶住他的脑袋 抽出一个小铁钉 把阿虎的手拎了起来 原来这个铁钉 是专门孤底妖怪的结界 他们对阿虎做了全面的调查 阿虎2000年前 从中国而来 既然是释放雷电 狗吐火焰 在被射网轰印之前 他是人类陷入恐惧的魔鬼 阿虎想反抗 却被对峰以同样的铁钉 钉住了四只 那人继续说 你从中国的制服 变成了后来的常灰碗 但奇怪的是 自从你被那小子晃出来后 不但没有吃了他 反而和他一起斩妖除魔 一改反常的做了不少好事 秋月牛认为 妖怪就是妖怪 这时阿虎大笑起来 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叫真正的妖怪 直见他开始撕裂自己的四只 两人来了一个超级大风筝 结果把秋月牛的权杖撞碎了 秋月牛惨败 阿虎接上手臂 留了他一命 他叫秋月牛回去告诉那群老家伙 我之所以不吃了那小子 是因为 随后阿虎来到公路边 突然闻到了比腰的味道 这时长月乘坐的大巴车 左右摆动 车子与今失控 长月和车上的人危在旦夕 一群妖怪钻进客车里面 不一会客车就东倒西歪 失去控制 长月走到前面一看 卧槽 司机正被妖怪吞噬 他一刀切断妖怪 可车子已被妖怪控制 加速前进 此时阿虎刚干完架 闻到有妖怪的气息 他感觉不妙 秋月牛划线 长月有烂 两人一同前去支援 大哥都不断乱撞 正常长月不知所措之时 阿虎他们赶了过来 阿虎叫他跳车 可长月不能丢下车上的人 他没办法 只有叫长月集结所有的人 到汽车走廊 妖怪把长月实时缠住 秋月牛开工 把客车前后两端都切掉了 阿虎使用四号弓 把所有的乘客都吹了出来 秋月牛扔出四根滑气 做成了一个结界 把乘客往起来 让他们安全落地 乘客算是救下来的 可车子马上就要撞到他们了 秋月牛想用摩托车撞开他 可这时阿虎跑过来说 长月是毛的继承人 他从没让人失望过 最后客车只剩下了一个轮子 看到大家都受伤了 长月内心十分智责 听说长月要去续州 秋月牛便送他过去 可在路上 他们被几个骑手跟踪 原来是四大继承者中的 老大的妹妹纯 他为了找哥哥而来 这种听说长月得到送马后 他的哥哥杜刚就性情大变 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正在这时 一股阴空吹来 只见一条水质突然冲向长月 最后杜刚出现了 他操控水质不断地攻击 把长月实时的困住 不断地吸收精气 这让其他人感觉 辞世的他好陌生 秋月牛想出手足 可他根本不是对手 剩下的人接着上 都被水质困了起来 正当秋月快玩完之际 一道身影炸开了水质 用脚子偷偷地想到 这是阿虎 长月露了 再次变身干掉了水质 他跳到杜刚面前 当他们要交战时 纯挡在了哥哥面前 他叫哥哥行行 却被杜刚一巴掌扇到了一边 这时他的脑袋突然剧痛 里面好像有东西要砖出来 他感觉无法控制 只好溜之大击 原来他早已被摆面子的必要控制了 他来到河边 大量的必要钻得出来 长月打算救杜刚 他来的措手 呼叫云外金爷爷 让他接通 妖怪长老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原来镜子还可以当电话用啊 妖怪长老说 想把必要赶出体外几乎不行 不过可以进入他身体内杀死必要 但是只有妖怪才能进入别人体内 原来长月变身后 实际上是变成了妖怪 宋马会吸收他的灵魂 当他的灵魂用完时 就再也变不回人类了 妖怪长老叫他考虑清楚 晚上杜刚再次出现 必要控制他 把阿虎和宋马都困得起来 但这时 纯冲了上去抱住杜刚 他试图唤醒哥哥 趁此机会 阿虎和宋马都挣脱了续虎 杜刚庭内的必要 把他最后一点理智都压了下去 他拿出刀打算杀了妹妹 关键时刻 长月扔出宋马 打掉了他手中的刀 杜刚恢复了理智 回想刚才的事情 他懊悔不已 他知道自己没救了 于是他叫夜流照顾好妹妹 然后就跳下了悬崖 轻急之下 长月用毛救下了他 看着痛苦的女孩 长月想进入男人的身体内 把妖怪赶出来 云外镜爷爷听说后 从镜子里给他送了一只小妖怪 做向导 他就是范刚 阿虎劝他不要去 可长月心意已决 没办法 阿虎只能跟着这个坑货 也跑了进去 走之前 长月对女孩说 等一下你哥哥的身体 动得会比较厉害 你们要用力按住他 然后就从他的手指进去了 女孩一脸懵逼 旁边的秋夜流说 他们来的男人的内脏 打算去大佬 这时无数小妖冲了过来 被他们斩杀 但他们被血管缠住了 原来是一只赛语操控血管的妖怪 此时外面的男人开始跳舞 阿虎用死亡胡特的雷电 破开血管 可拉雅会把男人捣死 这时长月手中的瘦毛响了 长月一声令下 瘦毛一击杀掉了妖怪 但这时他开始售化 好不容易才压制住 他们继续赶路 只要沿着脊椎往上走 就能到达大佬的位置 可前面 黑压压一片 全是妖怪 妖怪冲来 长月打算把自己的身体 全交给瘦毛 他需要力量 他们在体内尽情的厮杀 可还是被绑了起来 外面的男人开始挣脱他们 他已经变成了妖怪的傀儡 妹妹抱住哥哥 却被他打了回去 他再抱住不松手 男人再打 这时从妹妹体内产生的一种力量 传递到了男人体内 被驯虎的长月 恍惚得到了力量 现在到了就在前方 这时突然出现暗器 把暗虎他们拼住 原来是里面的妖怪老大 雪库 长月和他交战了几个回合 感觉他好强 最后雪库化身白面者 长月感觉这股力量好强大 他完全没有战斗的勇气 雪库见他丧失了斗志 趁机杀了过来 却被范刚挡了一刀 范刚说 我们现在在他的眼睛处 你看到他们期待的眼神了吗 别害怕 干就完了 雪库再次杀来 长月挡住把他击退 阿虎现在才解脱出来 范刚叫阿虎 让女孩从眼睛内注入力量 于是他们摆好姿势 女孩开始做战前准备 他们把妖怪 引到男人的眼睛处 然后借用女孩的力量 杀死雪库 可雪库有所察觉 想退出去 关键时刻范刚把他缠住 想和他同归于尽 打算逃出去的长月看见后 马上又折返回来救他 尽管阿虎拉住他 他把所有的灵魂都给了兽毛 此时女孩要注入力量了 长月冲过去杀死了妖怪 可现在力量进来 他们来不及逃出去了 这时阿虎又出现 原来他并没有放弃 外面杜刚终于互活了 当他得知是长月用生命救了他 他非常的伤心 当初就是因为他嫉妒长月夺走了兽毛 才导致鼻腰趁虚而入 他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没想到长月他们从泪水中滚了出来 看到他们平安归来 大家都非常开心 但这时兽毛突然发出声音 长月趴在地上痛苦不堪 现在他彻底变成了妖怪 这个少年马上就要变成一只野兽了 他痛苦不堪 慢慢受化 最后彻底变成了野兽 他攻击曾经的朋友 朋友们使用结界想困住他 却被他挣脱掉逃走了 他目露凶光 活挡杀活 神挡杀神 本来他不想滥杀无辜 可身体被兽毛控制不听他使范 这时他眼前出现了一位母亲推着婴儿 他用最后一点意识控制身体才跳了过去 兽毛支配他朝着神居鼓弹 狂奔而去 一位神仙姐姐突然出现在光霸民众会议厅 原来他就是初代 名叫绝眉 他说苍越已经变成了野兽 而所有使用兽毛的人都会变成野兽 而且2000多年来都没有变回来过 老人问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决妹说 用我传给你 你传给虚莫子 虚莫子再传给苍越的那把梳子四四 他去找帮苍越梳头的少女们 最后环氏与苍越有个接触的女孩 勇 小叶 李子 马子和真友子面前 都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他叫女孩们去救已经兽化的苍越 只有他们用苍越母亲留下了梳子 帮他输掉头话才能唤醒他 他们一出站台 苍越母亲派直升机早已等候多时了 标识也发现苍越有难打算支援 为了救他 所有的人都开始行动起来 被轰硬的白面者听说苍越兽化了 他派出所有的鼻腰 让趁机铲除 让他害怕的兽毛和那个少年 在等公交的人突然看到天上黑压压的一片 而这些全是要杀苍越的鼻腰 苍越在兽毛内 突然看到了一个正在打铁的男人 而他手上的毛正是兽毛 他对白面者恨之入骨 所以留下了使用兽毛者的灵魂 控制他们去杀白面者 在神局古摊 大家都到齐了 这时他们看到了比耀大军 纸目安排光宗民族的继承者 去山下设结界 走之前 他们拜托女孩们一定要救回长越 纯和日能留下来保护长越的后宫们 奥虎和幻刚去投长越身上的梳子 看到梳子后 范刚直接下去 长越攻击 他环绕兽毛 趁机咬住长越的长发 然后把梳子抢了回来 此时 三下的勇士们铺开结界 这注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大量的鼻腰被拦在了外面 一段时间后 阿浦叫女孩们做好准备 苍越来了 此时 他正追着半刚跑过来 女孩们看到他的样子 吓了一跳 女子说 我来 他接过叔子 老板中回忆苍越救他的点点滴滴 最后他冲上去 却被苍越打了一拳 但他转身 还是输掉了苍越的头发 苍越突然跑去女孩们的方向 他们躲开 柔柔的小越摔倒 勇气扶他 苍越杀了过来 苍越继续跑 就被阿虎抓住了头发 好家伙 他直接一毛捅了上去 那是脚里抓我头发呀 苍越再次逃走 心急之下 日能用结界把他困了起来 小越站起身 这是换我了 只有我们百坏一组 才能进入这种结界 他入侵结界 脑海中回想以前的点点滴滴 完成了梳头的使命 日能快困不住了 正由此打算接手 没想到结界被破开了 他看到梳子 于是扑了上去 日能叫曾幼子扔掉梳子 可他不肯 正当常越要杀了曾幼子时 突然出现了一刀雷电 原来是阿虎释放了死万胡特 阿虎救走了两个女孩 和常越又冲上日能 他感觉自己要量粮食 从困住常越救下了他 两人冰释前嫌 他们一起困住常越 现在桥断了 这次身为运动尖将的勇 打算出手了 男孩变成了野兽 只有喜欢他的女孩帮他梳头 才能唤醒他 常越被禁锢起来 田径运动员勇出花 他冲过破碎的木桥 日能和纯看见勇过来 他们松开结界 勇刚好出到了头花 常越有了一丝清醒 但很快又陷入了癫狂状态 他跑进了森林里 现在只剩下两个女孩了 真友子在过桥时 差点摔倒了 关键时刻 阿虎抓住了他 阿虎心想 不如趁现在 把这两个女孩吃了算了 可下一秒 真友子抱住他的大腿 突如其来的感恩 让阿虎一脸懵逼 山下的勇士快撑不住了 他们松下的结界 达到了极限 一个继承者 实在顶不住了 这时大师兄杜刚 拿出了自己的弑神 于是他们再次站起来 苦苦支撑 梳子给了真友子 但他们找不到苍越的总计 这时天宫出现了一道亮光 绝美带领他们去找苍越 绝美说 一旦开始梳头 就要尽快完成 否则 他就永远变不回人类了 苍越来到轰印 摆面着一部分身体的洞窟 真友子看到苍越 便冲了上去 这时阿虎打起了小算盘 如果发疯的苍越 把真友子吃了 那我岂不是摩里都吃不到的 所以我还是先下口为强 可突然他们看到了前面的苍越 苍越的目标是洞窟里面的白面子 他冲了过来 阿虎赶紧释放雷电 却被苍越挡下 当真友子缓一过来时 却看到苍越正杀向自己 他赶忙用梳子挡住 真友子掉下了悬崖 但很快支撑不了掉了下去 关键时刻阿虎又救了他 他抱着女孩在空中挑衅苍越 过来啊 苍越飞来 托伤阿虎 阿虎死死抱住他 正要是这才梳到头话 紧接着他把梳子传给他麻子 可外面的结界撑不下去了 结界被迫 铺颠盖地的必要从了进来 所有的人都做好了 对抗必要的准备 长远开始变回人心 如果必要此时冲进来 那么一切将前功尽弃 关键时刻 鸟师出现了 他用符咒拦住了一个圈 但他最多只能坚持三分钟 现在一线就看麻子了 此时长远的内心不停地挣扎 瘦毛里面 打蹄的男人一直囚禁他的灵魂 这时绝妹出现在里面 原来打蹄的男人是他的哥哥 绝妹劝哥哥放弃人类的灵魂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长远终于开始清醒 麻子慢慢靠近 抚摸着他的脸 流着泪 为他输去了最后一丝头发 但此时 他突然又被瘦毛控制 失去了心智 瘦毛想利用长远 竞动毁了百面者 麻子圈壮 暴主长远 他们一起掉下了悬崖 在下坠过程中 长远想起了和麻子的小时候 想起了麻子被人欺忽 是他出头的样子 渐渐的长远冲破瘦毛的序湖 清醒过来 与此同时 标识的符咒被冲破了 密密麻麻的必要冲向人群 千金游化之际 瘦毛出现 横切所有必要 看到这一幕 所有的人都张大了嘴巴 那个英姿煞爽的男孩 终于回来了 长远说 不知道你的雷电和瘦毛 结合起来会怎样 大战终于结束了 精疲力尽的长远对阿虎说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被吸金的瘦毛里面 还梦到了几个非常温暖的人 李姿还是那么漂亮 勇还是那么勇敢 小叶比以前精神多了 我还梦到了日能和醇 最后他们我也梦到了 长远下来 现在他要去洞里面一探究竟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玩意儿 他想知道 白面者和瘦毛又有什么深仇大恨 女孩们看着长远的背影 为了不给他造成心理护担 他们只好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他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妖怪 中国上下五千年 他可以随意穿越 当长远和阿虎进入洞穴时 就遇到了他 他带领长远 了解瘦毛的起源 在850年前 白面者与妖怪发生了大战 最后人类和妖怪 连合打败了他 白面者把身体碎片 担当到日本各地 为了防止白面者再生 妖怪清理着白面者所有碎片 现在只剩下这个动力 最大的一块和逃生的本体了 长远说 杀死他的本体不就完了吗 原来他的本体 需要瘦毛使用者 才能真正杀死 当年想找瘦毛 却怎么也找不到 于是人类决定留下这块碎片 让瘦毛自己找上门 而提这个计划的 正是绝美的转生者 阿虎 为了进一步 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妖怪带他们长远时空 他们通过时光隧道 来到了2200年前 中国的长安 那时候瘦毛还没出现 妖怪把他们丢在这儿 就回去了 阿虎和长远摔了个狗吃屎 结果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 和真有只神似的女孩 她正是绝美 长远抱上大名 原来绝美能听懂他说的话 他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 可这时阿虎闻到了 一个浓烈的妖气 他警告长远小心点 突然 从对面前出现了两只大妖怪 长远拉着绝美就跑 阿虎做掩护 变了一只妖怪 长远搬起石头砸过去 可没用 最后阿虎失望雷电 才消灭了他们 阿虎说长远是菜季 两人又开始斗嘴 绝美看着摇头摆尾的长远 于是拿他回家做客 留下懵逼的阿虎 来到绝美家才知道 他们家以打铁为生 听绝美妈妈说 最近皇上看到了500年前 消灭周朝的大妖怪 久违妖狐 为了消灭隐藏的妖狐 皇上杀了80多名平徽 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 让民间制造神器 杀掉妖狐 于是皇上造高天下 谁制造出神器 便赐予他高官厚禄 所以绝美被贬的 护卿天天打铁 就是希望能造出神兵 关护原职 晚上绝美哥哥 义弄从国外学习 住剑归来 一回来 父子俩就开始住剑 经过一晚上锤炼 他们打造出来的毛 还是不行 这时 义弄说 他在吴国学习住剑时 传授一个暗黑之素 护卿欣喜若狂 这时他妈妈割下 自己的长话 原来住剑需要女子的头发 父子俩马上又开工 经过三天三夜 不停的打造 他们都已打造了 一把绝世兽毛 选拔这天终于来了 大家都带着 自己的心血参加 可阿虎从进皇宫 就开始坐立不安 当皇上叫大家斩杀 狐妖时 突然台上的婢女 开始抽筑 紧接着所有的婢女 都抽筑起来 然后从他们的嘴里 长出白白的东西 最后都掉了起来 台下的人金屠万分 九根白线汇聚到一起 最后成了一个婢女的尾巴 原来他就是九尾妖虎 他看向皇上 士兵这时围了上来 九尾妖虎开始变身 活生成把这里变成了地狱 绝美的父亲 看到这种情景 让出寿毛 从了上去 九尾妖虎直接通来 震睡他们的寿毛 所有的人都成了刀下魂 绝美的父亲 也因此丧生了 九尾妖虎 很享受自己 给人类带来的恐惧 长月看傻了 二虎叫他快跑 这时妖虎突出能量球 二虎赶忙去阻止 长月回来扑倒绝美善人 但没抓到绝美的母亲 盗着他也命上皇权 老陆的长月 拿着武器就冲了上去 妖虎直续看他一眼 强大的气场 盗着长月无法动弹 最后他再次突出能量波 二虎喷出火焰 才救了他们 九尾妖虎回到半空中 然后不断地摧毁下面的房子 整个长岸城的皇宫被他搞成一片灰虚 他毁掉了座座城后 堂而皇子的就走了 长月安顿好绝美后出门痛哭 却听到打铁的乌内有响动 他走近一看 直接一龙正在含恨自残 他恨自己没有造出神器 长月上去阻止他并为他打气 一龙平静后说 其实他还听说一种黑暗之处能造出神器 在一百多年前 一位祝宗名将受天地之命造一口大钟 他失了无数方法都失败了 最后祝宗师把自己的女儿寄宪出去 才造出了完美的大钟 这要是绝美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他们身后 这个女孩要自杀 他请求哥哥一定要造出神器 杀了九尾妖狐 为父母报仇 然后他面带微笑地跳进了火炉 两个男人沉默了很久 最后一龙站起来打算住剑 他不能让妹妹白白牺牲 现在的他眼睛里流着血泪 已经变成了魔鬼 带着悔恨 他一锤一锤打着兽毛 他要打造一把渴求九尾妖狐的血 对妖怪充满怨恨的毛 即使手被高温的铁烫伤 他也不在乎 比起失去双亲和妹妹的痛 这点痛又算得了什么 最后一龙变成了瘦毛的饼 与毛融为了一体 他将长月的名字刻在毛上 因为他是这把毛的见证者 当阿虎看到这把毛时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先想趁现在毁了瘦毛 要不然他就要镇压自己五百年了 可他刚想出手 毛虽然自动飞走了 这时变成鬼的绝美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将要告诉 穿越母亲的事情 可带他们穿越的妖怪来了 原来他们穿越的时间到了 在时空隧道 绝美说 哥哥打造的兽毛问事后 就开始在中国 寻找九尾妖狐的中计 结果没找到 为了发泄类性的扯混 他开始斩杀妖怪 最后妖怪们联合起来 才把毛轰映住了 由妖怪变成了红布 把毛困在了五星三下 直到一个男人来此 才取走了他 后来绝美在日本 找到了九尾妖狐 那边叫他白面者 绝美也因此投胎转世 变成了阿雪 白面者跑到日本后 与妖怪化身了无数次大战 直到1160年后 人类联合妖怪 才打败了强大的白面者 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绝美带领妖怪 找遍了所有地方 终于在海底 找到了白面者的本体 他居然把自己镶圈 在支撑日本岛的柱子上 只要他一死 整个日本将为他陪葬 你过来啊 得知情况的阿雪 看到后面要杀白面者的人类和妖怪 于是他在白面者周围 设下了结界 反而保护起了 这个人类和妖怪的天敌 赶来的妖怪不理解阿雪的用意 于是把他当成了叛徒 这也是之前妖怪 要追杀昌月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退役 转世后的阿雪渐渐老去 他不得不寻找继承者 第一代继承者 就是当初镇压灰头满的 日期玉角 又过了300年 日期玉角的力量 也到了极限 绝美再次寻找继承者 而这一次的继承者 就是长月的妈妈 日期虚莫子 现在他正在海底维持结界 这时阿虎说 你说他母亲一直在海底 那长月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某天 虚莫子突然对绝美说 而且更神奇的是 还怀孕呢 最后孩子生下来 他挥舞着长毛无比的英勇 这一刻绝美恍惚看到了希望 绝美问他打算给孩子 取个什么名 虚莫子说 因为我常年生活在海底 我想要他拥有不输给任何人的力量 所以我给他取名为曹 于是绝美把续莫子送往人间 并给了他两年时间 最后续莫子遇到了一个人类 并与他生了一个小孩 他正是长月曹 解开一切真相后 绝美和妖怪离开了 这时 绍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长月曾经答应过绝美两兄妹 一定要与他们并肩作战 这个妖怪从虚空之中钻了出来 他是白面者的分身 今天他要灭了光霸民中 这个守护瘦毛的组织 又犯战斗后 老和尚命令弟子使用越伦之阵 越南大奔启动 他们暂时把白面者的分身困住了 长月总算回到了学校 经过之前的侃侃克克后 他觉得还是学校比较舒服 阿虎也暂时过上了吃货的生活 马子叫长月去他家吃换 长月说 我老爸签地零万主户 今天他下厨一定要我回家吃 可在回来的路上 一个男孩在马路上玩虫子 突然一鸟车飞翅而来 长月赶忙跑过去才救下了他 可男孩不但不感谢 还责怪长月才吃到他的虫子 而且他还知道长月的名字 回到家的长月 看到老爸留下的字条 他气得半死 这儿还吃个灯啊 这时他突然想到 刚才小男孩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阿虎嘲笑他弱子 那个小鬼背包里面的武器 和毛散化的同样的杀气 你居然不知道 正说着天空突然出现混沫 小孩刷了过来 天空飘下不明物体 一脸懵逼的男孩被袭击 当他们出来一看 偷袭他们的正是刚才的小孩 他叫雾雄 也是瘦卯传承者 他口出狂言 说自己会代替长月消灭白面者 阿虎看不惯 冲上去要教训他 可他旁边有个厉害的傀儡 阿虎居然干不过他 这时突然来了一辆直升机 原来是长月的父亲 他在光霸民中 遇到强帝来袭 需要长月的帮助 悟雄也跟着上去 来到祖子 和尚说大人要见长月 听说要见大人物 长月有点害怕 却被他父亲一脚踹了进去 结果一看 居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他抛笑了两个孩子 长月问老人 见过我妈妈妈 我妈妈是不是 也和您一样亲切呢 这时房子突然震动起来 长月要去打妖怪了 老人看到人畜无害的长月 感谢在生命最后时刻 还能遇到这么好的孩子 越南大战快顶不住了 杜刚山人打算和妖怪拼了 可他们还没近身 就被打了回来 长月见状 冲了上去 也被弹了回来 他再次攻击 以为这次可行 可还是被打了回来 妖怪以情之道 还至情之身 大家都被困了起来 此时妖怪打算 把他们全部杀掉 这个从虚空中钻出来的妖怪 居然要灭一个门派 正当他失望大招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挡在了长月面前 原来他是光霸民中的掌门 他还有一个身份 居然是封印白面 在三百年的日趋一角 妖怪花露 失望强大的力量 可老人毫不动摇 见老人不动 他使用尖刺 打算刺穿老人色下的结界 结果妖怪被封印 但老人也倒下了 这时之前的小屁孩 跳出来说 小哥哥你好菜 然后居然后眼无耻地抢了人头 长月抱着老人 他早已哭成了内人 他恨自己没用 老人说 人终有一死 大家要齐心协力 消灭百面者 然后灵魂从他体内出去 回到了绝美的身边 此时小屁孩前的妖宫 我的实力怎么样 兽毛也没什么了不起吗 乌雄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画面一转 他扑着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这个女人是他妈妈 原来他被人支配 女人叫他下一步 想办法破坏兽毛 男孩居然捡石头去砸机器人 结果还被机器人狂烈 旁边的阿虎赶忙喷火 却被机器人挡了下来 又是有点意思 阿虎话还没说完 就被兑皇刺穿了身体 长月想去救他 兑皇喷猪子弹狂烧 可长月还是忍住疼痛 想用石头救出阿虎 机器人不断地侮辱他们菜菜 阿虎怒了 直接搅碎尖刀 冲上去和他干了起来 他抓住机器人的爪子 直接掰弯 机器人再次冲来 他们打得如消士气 阿虎叫长月去救兽毛 这里我顶住 当长月进来 正看到乌琪毁兽毛 他冲过去 人家一个眼神直接让他趴下 这时突然想起音乐 一个女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原来是乌琪的妈妈 也是影霞日记里面的女人 女人用手艺指红武断裂 兽毛掉入了寒谦的混礼土中 兽毛被毁 长月想起绝美的声音 花红般的扑了过去 可无论他怎么召唤 都得不到回应 这时子木出现 他说这是白面子的阴谋 然后启动武器人都过去 烟雾善雀后 露出了女人的真身 他居然是白面子的分身 和尚们终于知道自己被骗了 可晚了 怪物开始攻击他们 此时乌琪也懵逼了 原来一直陪伴自己的妈妈 居然是怪物 他无比的痛苦 却被怪物打到了一边 长月想召唤兽毛 混凝土已经冷却了 他开始日则都怪自己太弱 才没能保护好兽毛 这时混凝土居然化成 异龙的样子说话了 他再次确认长月 是否愿意和他并肩作战 达到白面子 长月开始有感情的东扯西拉 别叽叽歪歪 就说你愿不愿意 长月表示愿意 异龙叫他用心呼喊 长月开始变身 呼喊兽毛 妖怪感觉不对劲 把他绑走了 可这阻挡不了他召唤兽毛的心 兽毛终于回应了他 最后他破壳而出 长月如鱼得水 可当他打算好好教训妖怪时 没想到日能和秋月流被抓了 这时长月暗指花灯兽毛 然后趁机重了上去 被打倒的怪物叫乌熊救他 他开始卖惨 乌熊心底还是爱着妈妈 于是他花红般的向长月攻击 怪物得意的笑了 可当他打算逃跑时 却被外面的姐姐挡住 他被弹了回来 一气之下他花起地狱火焰 打算烧死大家 乌熊看着邪恶的妈妈 最终亲手解决了他 伤心的乌熊想问妈妈 是否爱过自己 怪物只是机械性地回答 乌熊接受不了妈妈骗他 接受不了妈妈的屎 他疯狂地向路人攻击 常也挡住他 长月一把掌排了过去 死了那么多人 我们不是好好的活着了吗 打到白面子 不能光靠一个人 要靠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乌熊似乎醒悟了 大家终于明白 老人走的时候说的那句 乌熊踏上了寻找自我的路程 即使白面子很强大 长月有信心一定会打败他 最后他和阿虎 也踏上了新的历练旅程 这个人类突然变成妖怪的模样 然后伸出长长的舌头 要吃了阿虎他们 可阿虎也不是等闲之辈 无聊地想出去透透气 他突然怀念起了 真油脂的汉堡包 在一座大厦 男人正在问一个人的问题 眼镜蓝不屑回答 下一秒 一个老头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伸出长长的舌头 让他伤了戏天 回来取信件的真油脂说 阿虎出来吧 这时真油脂发现一张邀请函 他马上劝理人不要去 可真油脂压根不听 他还拿出汉堡包给阿虎吃 当他快吃完时才想起来 真油脂去不厌 要被吃掉了 只见他开始不断地收缩身体 最后居然变成了真油脂的模样 在大街上被几个老色皮调戏 最后变成色乎模样说 都在几个小垃圾心里的隐隐面积 变成真油脂的阿虎 已经找到了有妖怪的大厦 他赶来 正好看到妖怪和真油脂 见真油脂回答不上来 老人伸出手头想吃着他 突然一道雷电闪过 天花板炸开 竟然突然花头攻击 把阿虎的翼龙素打了出来 他变回了本体 不嫌他们话太多 于是受换大招 把两个家伙打穿了好几株墙 真油脂看到如此生命的阿虎 马上抱了上去 不把真油脂晃到一个商场 然后穿上问阿虎 漂亮吗 可在阿虎眼里 他就是一个憨宝宝 于是拉着阿虎要他去换那边的衣服 阿虎说 你明明喜欢长月 为什么还要让开麻子 真油脂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最后真油脂问阿虎 你愿意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 都爱这个女人吗 这时突然妖怪来袭 阿虎赶忙护住他 原来他们还活着 阿虎试望死亡胡特 使得对方弹住 他赶忙抱起女孩躲了起来 蛤蟆金找了过来 妖怪步步逼近 这时突然从衣柜里释放雷剑 挡住妖怪 然后从里面 跑出两个一模一样的真油脂 直接真油脂就是一拳 我回答你个疼啊 原来他是阿虎变的 此时真正的真油脂跑到人群中 妖怪威胁他回答问题 见他不回答 就把他绑了起来 这时妖怪的伙伴呼叫救咪 我很忙 阿虎一巴掌拍了过去 让妖怪悔悔悔悔悔了 突然一个人类挂住 他要掉下去了 阿虎叫女孩别多管闲事 可真油脂做不到 他就拉男人起来 突然妖怪再次把真油脂缠了起来 阿虎没办法救他了 想起以前总是阿虎救他 这时真油脂想再来一次 于是他抱着栏杆 然后用力带着妖怪一起掉了下去 这时阿虎一把抓住妖怪 便把他捏爆 然后救下女孩 长远他们赶了过来 听说真油脂差点死了 长远又拿着兽毛警告 阿虎吓料了 麻子想谋杀亲夫 突然出现两两车 下来几个蒙面人把他们围了起来 长远一脸懵逼 蒙面人想把他们抓起来 15岁的长远单挑7个人 背后的祖母看在眼里 没晃着兽毛都如此厉害吗 长远叫麻子去叫阿虎 自己抵住 麻子瞄动 达到一个人后 逃之夭夭了 蒙面人追了上去 剩下的蒙面人得到许可 他们使用麻醉枪 就这样长远被抓了 蒙面人追上麻子 麻子以为是抢劫患 结财没有 结色我要留给长远 这时直接一双手 把两个小菜鸡抓了起来 此时长远正被五花大绑起来 原来他们是专门研究 妖怪的哈马机关 抓长远的目的 就是想研究白面者 并制造出杀他的武器 这时报告称阿虎出现的 一个女人说 此时的阿虎正在听麻子讲来弄去脉 突然来到三辆车 把他们包围起来 然后从车上出现一种 类似磁场的枪 把阿虎禁锢起来 随后阿虎晕得过去 当把他们运回基地时 阿虎用一根毛灰出去 产生爆炸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这个妖怪犹如孙悟空物体 只见他从身体上取下一撮毛 变成一个女儿的模样 他打开正版麻子的手铐 让他悄悄溜走 去找苍越 原来他们在车上已经商量好了 实际上阿虎是故意让他们抓住的 目的就是让他们带路 救出苍越 阿虎叫麻子拔自己一根毛 等找到苍越后拉一下 我就会去救你们 此时科学家正在用高科技分析瘦毛 苍越想去绝妹和翼龙两兄妹 他花路般的阻止他们这样做 却换了对方一剂镇定剂 此时麻子悄悄溜进一个实验室 他进去一看 这里全是被关押的妖怪 这时他看到一个小男孩 他很害怕 麻子为了逗他 拿出巧克力给他分享 小男孩尝了一下 YES 果然好吃 原来男孩是欧洲的妖怪 名叫小巴尔 听说这里的科学家 拿妖怪做实验 麻子花路了 救出小巴尔 带他去找苍越 这时科学家居然从瘦毛的表面 花仙的疑似白面者的身体组织 他们要长远拿瘦毛去训练 观察PA续织 这时从瘦毛表面取出的物质 不断的花叫 突然玻璃破碎 同时瘦毛花出警报 然后从墙里钻出一只妖怪 男孩感觉不妙 变身冲了上去 他说这是白面者 叫麻子快逃 这间白面者伸出触手 踏进小巴尔的身体内 然后把他拖进自己的身体里 白面者把其他的妖怪也吸了进去 此时他正向总部进攻 员工企图阻止他 可这武器根本没了用 麻子终于找到了长远 听说眼前这几个科学家 是研究妖怪的头目 麻子骂他们丧心病狂 这时白面者突然来袭 这只妖怪甚至触手 想杀了三个科学家 关键时刻 长远又毛挡了下来 已经死了太多人了 长远不想有人再被白面者杀掉了 可科学家反而盯着电脑 看着屏幕上的能量值不断飙升 此时阿虎正悠闲地 等麻子给他信号 可长远却和白面者打得真起劲 这时从白面者身体里 钻出一只妖怪 喷出毒气 瞬间把一个人腐蚀 原来白面者吸收的妖怪 全部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而且还能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这简直要逆天了 长远想去杀白面者时 小巴尔出现 麻子叫他停手 长远赶忙推了回来 麻子说了原因 突然妖怪来袭 长远管不了那么多 正当他要杀过去时 小巴尔说 杀了我吧 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麻子求科学家帮忙救出小巴尔 可他们也没办法 长远被白面者打进了墙里面 另一边 阿虎嘟着小嘴说 这女人是不是把我忘了 啊不行了 我要睡一会儿了 他们都被打趴下了 麻子被石头压住 白面者慢慢靠近他们 这时他终于想起了阿虎 他叫科学家大妈 帮他踩住这根毛 等一会儿 就会有救世主来救我们了 白面者杀到了长远跟前 科学家大妈慢慢踩住这根毛 麻子一拉 阿虎马上收到信号 女孩踩着一根妖怪的毛 用力一拉 妖怪感应到 马上疯狂地奔向这边 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 只见他一把拉住白面的 直接扔了出去 然后试完奇幻糊地 把他干趴下 看到长远吃憋的样子 阿虎不断地嘲笑他 他今天要在这儿杀个痛快 科学家看到电脑的战斗 只不断地飙升 他们非常高兴 可他们发现 毒气在泄漏 然后自顾自地走了 长远问他们干嘛去 科学家说 这里毒气泄漏 我们打算出去炸毁这里 幸好阿虎帮我们拖住白面者 麻子问他们怎么办 另一个眼镜男说 长远他们花路了 你们怎么那么自私 如果你们的家人和朋友在这里 你们还会坦然地离开吗 这句话触动了一个科学家的心 白面者还在和阿虎打得如痴如醉 阿虎再次失望雷电 把白面者的脚全部炸烂了 可不一会儿 他居然打出新的脚 然后冲向阿虎 长远看到这种情况 打算救出小巴尔他们 他相信受毛的力量 两个科学家叫艾伦娜快走 但他决定留下来帮他们 原来只要用高科技 控制白面者身上其他动物的腿 就能禁锢他了 但操控高科技的实验室 在隔壁 毒气不断地涌出 也许这是一条不归路 艾伦娜问马子 你愿意为他们去死吗 马子毫不犹豫地说 另外两个科学家 劝艾伦娜没必要这么做 可他说 此时国家自卫队花线不对劲 带着长远的护情也赶了过来 原来哈马集团不被政府认可 他们在实质研究操取形态 长远想攻击白面者 可他却拿出身上个人质 做挡箭牌 他们无从下手 科学家带马子来到控制室 开始一顿操作 阿虎又想来个大闪电 艾伦娜看到战场上的数字 越来越高 他非常的兴奋 只见阿虎把雷电视网出去 白面者就要伸出触手 搞出一个圆球 把闪电全部吸收了 然后他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伸出无数触手 阿虎他们赶忙躲避 可艾伦娜却受到致命的伤害 长远他们被动挨打 马子开始操控 此时他们被打爬下 白面者再次冲来 屏幕出现警告 马子打杀开关 机关启动 白面者暂时被禁锢起来 长远开始救小巴尔 终于救出来了 可此时电力不足 机器失效 白面者又动了起来 关键时刻阿虎出现了 艾伦娜终于明白 他们的力量源泉 来自于值得信赖的搭档 以及想要保护朋友 和强大的敌人 战斗结束了 可此时艾伦娜将他们赶快撤离 因为白面者正在重组 这次他将护活成一个更强大的妖怪 他通知回到地面的科学家 十分钟后把这里全炸了 马子想叫艾伦娜一起走 可他伤得太重 已无力回天了 马子一边哭一边跑了出来 他遇到了长月 然后他晕倒 长月也晕得过去 阿虎一脸懵逼 虚拟爆炸还有五分钟 阿虎傲娇的性格又患了 我才哪在管他们呢 最后艾伦娜把白面者的进化过程 花张的地表 原来艾伦娜研究科学 是为了他死去的儿子 没想到后来他遇到了超级形态 他想研究生命的奥义救儿子 可遗憾的是 现在的科技还达不到那种水平 最后他说 如果人类有战胜超形态的力量 那他必定存在那个 为了朋友不顾一切的少年身上 最后自卫队当即宣布 解散哈马机关 爆炸进入倒计时 阿虎开启暴走模式 最后一刻他飞了出来 被甩出来的长远 看到麻子还在里面 最后麻子飞到阿虎头上 原来是之前阿虎用毛便的那个 长远一脸蒙逼 真正的麻子其实在后面 小巴尔醒来 两位科学家找到长远 他们带来艾伦娜的临终遗言 在寺庙阿虎和长远又干了起来 曾经被认为是救世主的长远 现在却被全世界的人遗忘了 就连发小麻子都被他当成了陌生人 他来到广马民中找父亲 却发现父亲和寺庙所有的和尚都变成了石头 他孤独的坐在地上 始终想不出自己被遗忘的原因 阿虎出现在他面前 他不知道阿虎是否和其他人一样遗忘了自己 终于有人还记得我 阿虎带长远期间真由止 他总觉得这个女孩不简单 正巧碰到麻子也来找他 这时瘦毛突然划出警报 麻子一开门却看到这一幕 他慌慌跑出来 看到真由止被妖怪绑架了 住在真由止家的雾雄 正和妖怪大战 长远前来助阵 雾雄也不记得他了 长远看到熟悉的身影 曾经出世入世的朋友 现在却要攻击他们 下面发生大战 妖怪们抓住真由止和麻子后就走了 阿虎赶納和长远一起追上去 年幼兄妹男在面前 他们一发技能把长远和阿虎打了下去 长远再次醒来 却看到小叶 见小叶没忘记自己 不要走 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白面者以人类的恐惧为始不断壮大 但他唯独害怕瘦毛 所以派比耀吃掉了人类和妖怪脑中 关于阿虎和昌月的记忆 小叶有结界 比耀进不来 而这些都是史莉告诉他的 为了找到白面者的弱点 史莉无数次穿越未来 他们来到终极之战 却看到唯一战成白面者的武器 瘦毛破碎了 史莉把看到的结果告诉妖怪们 恐慌顿时蔓延开来 长老最后得出结论 这时实力才发现 妖怪们早已失去了关于阿虎和昌月的记忆 昌月想到制造宋帽需要有人献祭 原来郑幼子有绝眉的血脉 妖怪们绑架他的目的显而易见 他们被关在妖怪色下的结界内 郑幼子想起 每当自己有困难 就会有一个少年救他们 但他忘记了少年的样子 郑幼子非常喜欢他 他发现麻子也喜欢这个少年 而且那个少年也喜欢麻子 虽然他经常在夜里哭泣 但他还是选择了退出 昌月知道真相后 他会必要 很难想象把女生逼急了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事 妖怪想把郑幼子拿去烧死 制造瘦毛 麻子想保护他 却被妖怪打到了一边 这时郑幼子不由自主地出手 解除了麻子触碰姐姐的危机 他很懵逼 难道我有超能力呢 这时绝没出现 警告妖怪不要拿郑幼子献祭 因为他是下一代红阴摆面者的人 可妖怪们一意孤行 他们把三人囚禁起来 此时 昌月和阿虎正赶过来救他们 他们面前秘密麻麻全是妖怪 当郑幼子即将献祭之时 麻子想代替他做祭品 祭品不一定非继承绝眉的血脉 妖怪们问绝眉的想法 绝眉含泪沉默了 因为摆面者需要郑幼子去封印 麻子走之前说 真由此想冲上去 也又拦住了他 我会知道 我会知道 穿越杀完妖怪 问出地方 他们狂奔而来 曾经我没抓住绝眉的手 是因为我怕死 麻子在最后一刻 终于想起了穿越的样子 但一切太迟了 阿虎使用雷电打飞了熔炉 这个男人终于救下了手爱之人 妖怪长老花露 竟破坏我们的计划 妖怪攻来 阿虎抵抗 商业却没用还手 因为他不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谊 又变成敌人 阿虎也被感染了 他们任由妖怪封打 绝眉看不下去 你们怎么笑得了手 曾幼子说 曾幼子把他们送到上空 严幼突然给长越 调了药水 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他本性不坏 妖怪们围上来 突然后方来底 原来他们是白面子的爪牙 红链 妖怪们冲上去 双方发生大战 阿虎说趁机开溜 但长越却不忍心 他把麻子交给真幼子后 拜托阿虎把自己送了过去 可他根本不是对手 关键时刻 阿虎还是来了 一人一腰 完美组合大杀四方 白面子的手下被打跑 他们也扬长而去了 被合同救好麻子后 绝没要真幼子跟他一起走 雅沙西的小夜 含对想代替他去 但真幼子认为 能做责任着 保护大家是一份荣耀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小夜很羡慕 长越怀中的麻子 他简直毫无人性 在死人堆里偷珠宝 发现有活口 还捧上一刀 他嗜血纯性 荡尽天良 最终被光虎追捕 他逃到山里 发现一只兽毛 拔出兽毛 发现一只妖怪 千金鱼化之际 他变身恶魔 妖怪被轻易斩杀 男人发现了这把毛的神奇 便收取高偶辉勇 替人斩妖除魔 随着用毛次数的增多 男人的灵魂被兽毛支配 彻底变成了轰魔 最后变成石头 不知过了多久 白面子的分身出现 他看出男人和白面子一样黑暗 原来兽毛使用者灵魂被抽走后 就会失去记忆 变成石头 他们被称为制服 这户脑海中留下的全是对白面子的恨 白面子一旦输醒 兽毛就会呼唤他们去杀白面子 所以分身想赐予男人力量 让他去清理同门师兄弟 他就是现在的红念 长岳回到寺庙 却发现彪等候多时了 这时兽毛突然划出警报 这位出现的无数只和阿虎一样的妖怪 彪异于道破 他们是历代使用兽毛的人类 由于灵魂被兽毛抽走 所以变成了今天这样 阿虎也是这样的 只是他失忆了 原来彪师拜托使命 带着穿越过去 找到了杀死妻儿的凶手 正说着 突然天空砸下一个庞然大物 他正是红念 阿虎看他不爽 便和他打了起来 他们的招式一样 都出自兽毛 可阿虎略逊一筹 毕竟对方得到了百面子的力量 红念宣布 二等被我一个人包围了 准备收死吧 这时他发现一个人类在笑 笑得如此诡异 原来彪回到过去 看到红念正在吃自己的家人 最后他回来 红念才跑出去 当时他故意不杀彪 就是想看彪痛苦的样子 阿虎想冲上去再干一架 长远拦住他 你看彪的手 他找了仇人那么久 简直生不如死 如果不是红念 他会是一个好父亲 也不会受这种煎熬 红念不是你的敌人 是他的 彪怒火冲烧 使用符咒却被对方抵消 他近身攻击 红念吃亏 红念使用雷电当表处 他表现得很实力 红念趁紧冲上去 彪早有准备 可红念丝毫不拒 他利用头上的尖刀 砍伤彪 彪被打败 他想吃掉彪的禁言 没想到彪掂了他一刀 突然所有的自虎狂叫起来 看来白面者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让彪多活一会儿 原来天空已经聚聚了 无数只妖怪 大战要来了 所有的自虎开始变成石头 因为白面者的力量 来源恐惧 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彪包扎伤口后 喝起了小酒 因为酒可以暂时忘记仇恨 他问昌悦 这只妖怪是个狠人 他居然要智慧队攻打日本 这个军官更狠 他命令部下明天就炸了日本 下面的柱子 阿虎正在晒太阳 突然智慧队请他走一趟 在路上一辆摩托车开来 一把武器回过 汽车被削成了两半 阿虎使用雷电进攻 原来是秋夜流 常月看到昔日的朋友 没变成石头 也没忘记他 他非常高兴 可秋夜流 下一秒将矛头对准昌悦 原来他叛变了 他真正的目的是挑战阿虎 这时哈马机关的灰机出现 阻止了这场战斗 科学家告诉他们 这位队将对白面子 盘踞着柱子滑上导弹 原来一个至成绝眉的女人 对军官说 白面子把邪恶的力量 注入柱子内 他想引爆柱子 企图破开结界 所以他恳请军官毁了柱子 名言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白面子的诡计 可军官居然相信这种鬼话了 科学家送给苍越一户盔甲 原来这是石石 随后苍越回家 阿虎对着同伴感慨万千 突然石像破碎 从里面跳出四字红年的爪牙 他们伸完红线 把阿虎打进了屋内 苍越冲上去 对方射出红线 他不敢上前了 最后不停的逃 红线犹如极光 把整个房子都拆了 一个妖怪伸出白色的东西 刺穿了阿虎 震到他得意之时 一只手固执了他 苍越穿着石石出现的 还没得对方缓一过来 常越暂时生手 把他抓过来 一毛结果的他 紧接着他以同样的方式 干掉了另一只 可缓关阿虎就有点惨了 他被一根东西发现处理 动弹不得 常越想来救他 却被对方以同样的方式 奋了起来 这东西犹如树根 有栋就砖 妖怪们殴打阿虎 表示自己很牛逼 玄学落在石头上 冒起了青烟 这时化成石头的制服 说话了 妖怪化成锥子 打算刺过来 妖怪冲来 消灭妖怪后 制服变成了一个圈 常越从会议室中 找到了珍贵的东西 可他发现 虎子不见了 看到关押阿虎的仓库 常越感慨万千 他走进地下室 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妖怪 人间 常越瞄懂 把兽毛插了过去 然后做出害怕的神情 妖怪叫常越 拔出兽毛放了自己 常越说 如果我放你出来 你想做什么 还记得当年的承诺吗 最后他们大笑起来 又是 你小子演得不错哟 彼此彼此 妖怪飞来 埋伏已久的秋月牛 试荒技能 阿虎马上抵抗 并试荒引以为傲的雷电 他和秋月牛的战斗 正式拉开序幕 老陆的阿虎再次出击 任到双方交手之际 常越过来打断他们 他认为秋月牛 之所以倒过白面者 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可秋月牛一棒锤 敲了过来 你个傻缺 老子追随白面者 就是想看他把日本 搅得天幻地乎物的画面 那感觉棒棒的 华色导弹的船 已经出航了 常越盯着阿虎 不要杀刘哥 然后就走了 没什么干扰 他们可以尽情的玩耍了 秋月牛打来打去 还是干不过阿虎 最后他来了个奥特曼变身 居然变出人牙的模样 变身后的他 战斗力果然飙升 阿虎被他狂虑 他趁机困住阿虎的势质 我看你还嚣张啊 原来秋月牛从小就非常优秀 但他的妈妈 因为儿子太优秀 被人嫉妒 导致精神失常 秋月牛为了妈妈 把实力隐藏起来 但这天 他遇到百面者的分身 女人一语 道破了秋月牛另一面 导致他想挑战 比他优秀的阿虎的欲望 越来越强了 但他有点顾忌 仓越的感受 阿虎嘲笑他 要干就干 还在乎一个小屁孩的想法吗 秋月牛气疯了 我让你说话了吗 他不断地殴打阿虎 阿虎不堪重负 他居然拔出了地板 两人想来个四级大拥抱 阿虎用手绑住男人的手臂 然后一巴掌把他拍了出去 这巴掌很给力哟 男人不服 再次冲来 阿虎用毛刺穿了他的大腿 秋月牛为了挣脱修护 砍断阿虎的毛 然后用武器使用绝杀招 阿虎躲避一番后 砍断了他的手脚筋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然而并没有 阿虎本不想杀他 可秋月牛站起来给他老痒痒 秋月牛突然摆个帅气的Post 只见这位的灵气不断汇聚 这是光霸民中最强的降魔法术 最终秋月牛输了 输得很彻底 他后悔没有早一点打这一架 一股轻风吹来 他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长月告诉知卫队 我妈妈还在下面 因为秋月牛的挑拨 知卫队以为他是白面子的爪牙 两个开前提的临时工正在下棋 突然长月闯了进来 他说他只想救妈妈 可他们为什么不信呢 悟狼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真诚 当自卫队追过来 昌月却假装挟持了他们 最后他在人质的带领下 拿着潜艇想开走他 正当自卫队想开火时 哈马机构的人来了 他们给自卫队花来消息 灰机上 马子突然跳了下来 他含泪和昌月做了最后告别 并给了昌月一个远程操控的小型震动器 最后军方也安装了这个武器 对于南柱来说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他将开着潜水艇去海底救妈妈 可突然潜艇不断摇晃 这是海底的妖气所致 船体快被撑爆了 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庞然大雾 他正是被轰映的摆面者 他们沿着柱子上去 发现有光源靠近亮光 这是昌月妈妈用海水做成的入口 潜艇也受到了保护 昌月向恩人鞠躬 表示感谢 然后穿过通道 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大眼睛 和一个满身灰尘的女子 没错 那就是昌月日式夜想的妈妈 看到这一幕 昌月好心酸 听见妈妈的呼喊 昌月高兴的跑过去 可妈妈却向她低下了头 因为她一生下昌月就离开了她 她觉得不配做母亲 可昌月不在乎 妈妈心疼的摸着昌月额头的疤 她脸红了起来 我终于有妈妈关心了 于是她快乐的展示身上所有的伤疤 她帮妈妈把头上的灰尘弄干净 徐摩子看到这样的儿子很欣慰 他想摸摸昌月的头 此时自卫队的核潜艇已就位 阿虎正在海面找昌月 天空突然出现两个旁烂大物 自卫队滑现一样 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原来这两只怪物 分别是东边道和西边的妖怪 东边妖怪脏了 叫西边道暂时不要攻击 他总觉得有个男孩在呼喊他 可西边不听 他只好用武力阻止 海底潜水艇以为他们是白面者的手下 他们立刻向柱子划售了鱼蕾 常月好想和妈妈做的汤 可他害羞的说不出口 母子鸟都开心的笑了起来 常月乖巧的蹲下 让妈妈摸自己的头 此时他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伞 可突然鱼蕾打来 柱子被打碎 排水灌了进来 徐摩子用结界把常月保护起来 现在已经困不住白面者了 徐摩子的能量到了极限 700多年的结界居然毁在了人类手上 结界消失 白面者终于可以解脱了 面对常大的威严 昌月根本无法动弹 核潜艇检测有个东西 正快速向他们移动 他们慌了 海面上中边和西边妖怪还在大战 突然大量的潜水艇从海中挥上来 在空中跳起了舞 中边长老叫西边快躲开 从海中钻出一只腰尾 直接搓上了他 接下来的场景 成了他们一辈子的噩梦 他是活了三千年的九尾妖虎 白面者被人类封印了700年后 今天他终于破开结界出来了 所有人都开始恐慌 光把民众的华丽神苏醒 东标妖怪试图救队友 可他喷出的火焰还不如老痒痒 随后他被白面者免会截肢 白面者化身海怪 实时缠住西边妖怪 在日本气象台 他们检视到整个日本都在抖动 这样下去日本将会沉没 几架嚣张的战机呼啸而过 不一会儿前方就化身的爆炸 这些战机根本无法靠近白面者 就此靠近也被他捏碎了 直升机的记者看在白面者后 吓得半死 通过镜头 白面者庞大的样子出现在大屏幕上 人们顿时恐慌起来 这正是他想要的 他息思这种恐惧 不断地壮大自己 白面者拒绝能量 遇见小孩正在岛上旅游 他一个能量光球突出去 直接毁了这个小岛 在海底 须莫子说 白面者走之前破坏了日本的租出地基 日本将会沉入海底 所有人都将死瞧瞧 为了其他国家免受灾难 我们必须铲除他 可昌月怂了 面对那样的墙里 他身体都无法动弹 更别说战斗了 他只想带着妈妈逃走 可妈妈关心的是所有人的安危 须莫子就是一巴掌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所以你也 我只是 母亲的 味噌汁盆 常月不断地跑下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他逐渐受化 他恨白面者 一切都是因为他 此时阿虎正和白面者对峙 突然海面开始欢滚 柱子开始破碎 常月带着憎恨 飞上来和白面者交战 徐莫子叫住常月 不能心怀憎恨和他交战 白面者化身玄伪 常月又想起责任者 也是被他杀的 他冲过去却被海外缠住 关键时刻阿虎将他救出 阿虎叫他清醒一点 可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常月 只想杀了他 白面者为首的笑了 看到人类恐惧的模样 看到你们软弱无能的样子 我笑了 他故意挑拨离间 阿虎杀死那个叫牛的家伙 心情肯定很愉快吧 常月缓运过来 他问阿虎怎么回事 阿虎想解释 白面者继续添油嫁醋 徐莫子叫常月不要理他 你个憨憨 他企图帮你拉入仇恨的泥潭中 常月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阿虎也怒了 是老子杀的 你想咋离就咋地 常月掰开阿虎的手 从此和他一刀两断 华丽神编制姐姐 企图困住白面者 麻子也在祈祷 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人 白面者为了继续刺去常月 你看前方 是谁在那儿 你爸爸也在那个方向 白面者开始聚集能量 徐莫子开始自责 都怪我不该打他 他启示说 你不用嚣张 其实我们还在姐姐内 这是绝美和真幼子现身的 此时的常月被瘦毛支配 你现在理解我的仇恨了吧 我父母被白面者杀害 妹妹因蛀毛而死 现在你也一样了 常月突然站起身 被瘦毛支配 不断地冲向白面者 徐莫子赶忙阻止 可他根本不听 瘦毛查进白面者 所有的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可白面者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瘦毛开始裂口 突然睡醒了沙沙 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孩子 出生那天被流星砸中 全家因此上升 他被村民驱赶 饿了抢水果 被伤人打 他颠沛流利 孤苦伶仃 他恨村民 恨所有的人 但他每次产生恨意 肩膀就会疼痛 他把仇恨带到战场 所向匹里 无人能抵 很快 他成了救国英雄 被人敬仰 尽管如此 他卑微的出生 还是被贵族嘲笑 小男孩拉马 替他打包不拼 他生命第一次 被人关怀 几个贵族正在调戏 一个女孩 女孩的种子 他教训了这帮人渣 然后亲眼看着女孩播种 拉马跑来 原来女孩是他的姐姐 他们带男人回家 男人第一次被人热情招待 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尽管他恨全世界的人 但对眼前的姐弟 他却恨不起来 他对姐弟娘 露出了人生第一个微笑 他的生活师父有了色彩 这天国王突然对男人说 今晚敌国要向我们花旗总工 他叫男人守住城门 男人风一般的跑去找姐弟娘 可拉马不在 男人只好拉着拉马的姐姐逃跑 女孩不想男人放弃城中的百姓 但男人从小受他们欺凌 他根本不在乎百姓的死活 他只在乎姐弟娘的安危 可当他们跑出森林时 却碰到了敌人的千军万马 敌人的无数字箭向他们射来 男人马上保护女孩 但最终女孩还是被箭射中 死在了男人的怀里 敌军冲向男人 男人彻底疯了 他的肩膀无比的疼痛 突然从里面装出一个庞乱大物 他正是九尾妖狐 百面者 他由黑暗汇聚而成 当初的拉克流星就是他幻化而成 他寄生在婴儿体内 没想到男人从小憎恨所有人 百面者以他的憎恨为时 很快产生了肉身 随后他让这座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 男人在墙角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拉马 拉马告诉他 城中的百姓直到后悔了 他们想对你道歉 说完拉马离开了他 男人发出私心猎会的吼叫 白面者告诉他 为了感谢你养了我 你将永远不会死 说完他祸害别的国家去了 从此以后男人一直和白面者战斗 这天一只兽毛飞了过来 随后又飞走了 男人为了得到传说中的兽毛 攀登高峰 800年后他终于找到了兽毛 并成了兽毛使用者的第一人 他叫沙迦可家 也就是后来的阿虎 而这些都是长远被白面者打入海洋中 他闯进阿虎的过去 看到了一切 醒来后他发现破碎的兽毛 保护着他 他知道战斗还没结束 此时在海面上 幸好白面者在喷火的前一刻 自卫队救下了马子 广霸民众也挡下了这一招 西边的妖怪一把抓住他 白面者丝毫不拒 带着他飞速前进 广霸民众想用结结困住他 没想到白面者直接穿过结结 真幽子的结结也破了 白面者想灭了这个国家 再回来收拾这群渣渣 这时阿虎跳了出来 另一边天空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实力带着悟雄归来 原来悟雄穿越到了3000年前 看到了白面者从呼化到成型的整个过程 以及他和阿虎藏达3000年的恩怨 而这些也是超越刚刚看到的一切 他是活了3000年的大妖怪 今天他要灭了日本 他盘旋在东京上空 大部分城市都已经成了他的烧烤架 他不断的稀释人类对他的恐惧 这是他的美味佳肴 政府让全国人们坐船逃出日本 可气象台来报 有一场覆盖全国的台空 正以时速34公里的速度席卷过来 难道这是天要往我们吗 实力带着悟雄穿越到古代 这是兽卯诞生1000年后 中国的一个港口 白面者正坐船去日本 这是他将灭掉的下一个目标 一个拿着兽卯的怪物前来 他把兽卯扔了出去 他希望下一代兽卯使用者能帮他们报仇 回到现在 天空不满了兽卯的碎片 虚卯只看到了海面上 被兽卯碎片环绕的苍越 苍越重新调整好心态 被恐慌的人群击倒着麻子 看到头顶上许许多多的光点 突然一个光点打进他的脑袋 杀了他脑海中的鼻腰 麻子终于记起了那个少年 与此同时 妖怪们也被瘦毛的碎片 击杀了脑海中的鼻腰 恢复记忆后 他们都后悔之前的行为 又毁了一座城市的白面者很得意 脑子现在无人能抵了 这时突然一个东西快速散过 他很惊讶 难道这个国家还又不怕他的生物 直接阿虎快速会来 用小拳拳捶他的头头 白面者居然吃亏了 想起来了 原来你就是养大我的人 没想到时隔三千年了 白面者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护母 失去记忆的阿虎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失望大招可不管用 阿虎的任何攻击都无效 可对方却能打伤他 此时他想到了苍越 当他再次冲来 却被白面者咬碎了 白面者来到日本的最北边 全国各地他已经烧了个遍 这时他发现人类的恐惧变淡了 起初人类非常恐慌 马子站出来安护大家 并告诉他们关于 苍越和阿虎灭妖怪的事迹 很多人想起了当初的新闻 有 你知 许许多多的人 也在传播他们的故事 人类不再恐慌 突然兽毛的碎片汇聚一起 看到兽毛 白面者慌了 他知道那个少年在召唤兽毛 于是他释放大量的鼻腰 没想到兽毛的碎片 无意间消除了台风 科学家腌制的枕动器 特朗普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苍越撞上潜艇穿上石石 突然遇到了一大群妖怪 他们扶上来 苍越看到了满天熟悉的面孔 下面的两人惊呆了 这少年到底什么来头 连妖怪都向他道歉 郑友子虚摸子也做好了战前准备 天空中两大阵营即将碰面 苍越却很开心 他终于明白了责任者的话 在强敌面前不魂种出 只有妖怪和人类团结起来 才能战胜百面者 女人正在喝酒 可下一秒天空突然出现异常 三把尖都擦得称亮称亮 随后一个硕大无比的妖怪出现 他就是杀人猪心的红练 妖艳的女人和他儿子吓了一跳 这是一个男人挡在他们面前 他就是和红练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标 红练花起攻击 标顶不住了 他叫女人快跑 可女人吓傻了 妖怪一巴掌把标拍倒 标食于符咒 依旧打不过他 他站起来实用近眼 妖怪吃痛 打算攻击母质量 标挡下攻击 却被红练割伤 原来他的老婆和孩子 就是被他吃掉的 所以标不想悲剧再次上演 红练花出雷电 打算把他们全杀了 标用符咒挡下 然后使用近眼 居然把对方的雷电全吸走了 红练再次攻来 标挥上高空 你曾经夺着我一只眼 我换成了近眼 现在我再还给你 可红练直接咬断他的手臂 只要说 你高兴得太早了 只见他开始念咒语 这是红练才摊到 原来标挥了护仇 尽把符咒塞进了自己身体内 标念出爆裂咒 当男人再次醒来 他掏出当年买个女儿的玩具 几千年了 他终于大仇得报 小男孩问妈妈 叔叔死了吗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女孩 只要她把手中的拖把摇一摇 就能打开冥界之门 一些未完成遗愿的灵魂 就会回来完成最后的疏愿 台面上一群妖怪正在快速的移动 突然他们感觉有一股很强的气息 只见远处的亮光不断靠近 原来是瘦毛的碎片 可这时班路突然杀出一个陈耀精 他真是白面者 妖怪们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长夜看到阿虎竟被白面者挂在嘴边 正当白面者汇聚能量要吐出来时 天空出现一条线 把白面者困得起来 原来是日起欲角的残魂 他对长夜笑了笑 随之消散了 白面者在挣脱制衣 把阿虎甩了出来 长夜接触阿虎并开始智责 他再次召唤兽毛 直接无数碎片 由于流星进入阿虎的身体内 最后从他嘴巴里 居然护活了一根新的兽毛 长夜把阿虎放到水面 大战前夕 他给阿虎喝了自己的血 算是健行 然后冲了上去 白面者使用物状身体挡住 长夜直接让他消散 然后劈开他的小弟 最后他一毛砸了过去 白面者居然战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科学家趁机开启特朗普 正由此他们展开结界 白面者想由海外挣脱 妖怪马上使用两万只划锤 在人类和妖怪的强强联合下 白面者终于被困住了 在西边 光把民众的结界向他扑了过来 几层大碗合在一起 白面者急得哇哇大叫 他开始召唤红练 只要红练一出现 必定会打破这种局面 但他不知道 红练已经被标发了 作为九尾妖狐的白面者 去了日本到底有多强 人类 法律森 妖怪 甚至鬼魂 结合起来想困住他 但都被他逃脱了 强大的妖气与海面摩擦 导致整个海洋都成了一座冰山 他因为扫过来 大量的妖怪成了渣渣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命仗 白面者再次伸出许多鼻妖 他们暂地惊人 三两下就破坏了妖怪制造的划锤 只要把白面者困在以前的地方 才能继续让他沉睡 可要推过去太难了 在最后关头 尽管大家都非常努力 尽管只差一点点了 可白面者在派出小弟的协助下 还是挣脱出来了 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 苍苑有心无力 冲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 他不由得相信老大当阿虎 要是他在就好了 此时阿虎还停在海面上 他感觉自己快死了 在他暗自伤神的时候 郑幼子突然出现 气氛一下子变得逗逼起来 阿虎说 你现在不是在干架吗 你不也一样 这不像你的风格哟 你没看到吗 我身上开了几个大骷髅 哟 还真是嘞 郑幼子拿出长远妈妈 给他梳子 帮阿虎梳头 他想阿虎变成人类 他想阿虎带他逛街 想带阿虎去吃汉堡包 想和阿虎做恋人 可以做的事情 可阿虎已经变不回来了 走之前 郑幼子说 白面者一旦陷入沉睡 我就会监视他几百年 你到时候要陪我哟 陪不了 我现在把他干掉 不就完了吗 郑幼子很高兴 阿虎又变回来了 原来阿虎的胸口已经好了 炮成圈的之虎也围了上来 交证的长远 感觉拉过熟悉的味道来了 白面者用他的分身前来 只见阿虎和长远强强连合 三两下就把他消灭了 最后一个海怪出现 两人再次组合 这次从空间灵魂出现 一只海怪灵魂 带走了本体 再从里面出现 大量的灵魂 把白面者推了起来 原来这次小夜 打开了冥界之门 哈马机关的科学家 在生命最后一刻 打开了长远身上的 小型震动器 他开启了结界 不断地推动白面者 最终在人类和妖怪的结合下 白面者再一次进入了结界中 他不甘心地嘶吼着 海面顿时发作一座冰山 人类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被经过的白面者 只有利用鼻腰小弟 穿过节节缝隙 启动杀死 射下节系的人 这是九尾妖狐和人类 发生的最精彩 也是最关键的一场战斗 为了斩杀九尾妖狐白面者 人类不但和妖怪联合发动攻击 甚至还出动了军队的力量 白面者被困的时候 发现人类的恐惧变淡了 都是因为那两个家伙 他才输得那么惨 他打算彻底将他们击杀 他慢慢脱壳 妖怪们以为胜利呢 十里高僧的妖怪发现不对劲 守护节节的虚莫子 叫他们赶快撤出节节外 原来这是白面者释放的毒气 很多妖怪被毒杀 周围的人发现 阿虎和昌月没有出来 其实他们两个 根本不怕这点毒 白面者出现 他比之前小了很多 他狂妄地介绍 我第一根尾巴是雾腰 第二根是玄尾 第三根是豆河指 第四根是海怪 第五根和第六根 是专门产出 比药和黑炎的集合体 当第七根和第八根一出来 就把阿虎和昌月打趴了 因为这两根 正是一兽毛和雷电形成的尾巴 他们是昌月和阿虎的克星 他们被打得束手无策 毫无招架之力 大量的黑炎攻击挣幼子他们 关键时刻 还做头钱来帮他 随后悟雄也来帮姐姐 与此同时 光把民众也遭到黑炎的攻击 这点小妖 他们根本不晃到眼里 在麻子父母的店门口 他们打算拿锅万瓢盆 对付黑炎 关键时刻 麻子以前救下的小巴尔赶来 黑炎再次攻来 可他没能力了 关键时刻 一只大手从明界打了出来 原来是李子的父亲 又来了一波 这是从明界出现的一架飞机 把黑炎消灭了 他是小勇的爸爸 在结局内 白面子打倒昌月和阿虎后 对他们精神精神攻击 让他们放弃抵抗 可昌月站起来说 你的黑暗之夜永远不会到来 因为我们与太阳并肩作战 白面子继续吹牛 太阳又如何 我分分钟碾压力 这时兽毛开始吞射 昌月的灵魂 他又将变成野兽 长月叫兽毛先等一等 杀了白面子再说 阿虎有点急了 他对身上的祝福说 你们不是要我变强吗 是时候了 你已经很强了 然后他们变成白面子的模样 冲了上去 他们以最勇敢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仇恨的一生 阿虎和长月趁机冲了上去 打了一会儿后 长月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白面子一直不敢靠近兽毛 而他的尾巴也是兽毛的形态 足以说明兽毛在他心中的地位 阿虎大笑起来 Yes 原来如此 你看他那小眼神 都不敢直视兽毛 说明他在害怕 他在嫉妒 吃什么原因 竟然活了三千年的九鬼妖狐 自毁双眼 也要撒了眼前的一人一妖 白面子生于黑暗 承认自己憎恨光明 憎恨人类 憎恨和人类年少的妖怪 在混沌初期 青涩之气上身变成人类 邪恶之气下沉变成白面子 他渴望光明 渴望长月身上的阳光之气 秋月流和彪的灵魂过来 消灭了白面子的一条尾巴 他们给了长月战斗的勇气 长月犹如打了鸡血似的 和白面子展开了厮杀 阿虎也加入了战斗当中 一换战斗后 毒气散了 阿虎他们打得伤痕累累 白面子承认自己害怕兽毛 他恨自己的眼睛出卖了内心 于是他智慧双眼 没有了眼睛 也就没有了害怕的根源 他们被白面子狂掠 长月很好奇 他为什么知道我们的位置 原来白面子冷文气变味 长月根本束手无策 阿虎说 我有办法 他拿起兽毛 拖进自己的身体内 在500年前 阿虎遇见了一位武士 两人交战 阿虎的记忆 犹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武士即将变成野兽 后面有一群笔妖 几度毁了兽毛 阿虎为了保护兽毛 便把他轰印在自己身体内 因为阿虎和白面子 都是同样的气味 这样就掩盖了兽毛的气味 听到作战后的白面子气疯了 长月想拔出兽毛 兽毛的红布被扯 现在开启了全部实力 这样下去阿虎就没命了 可阿虎不在乎 于是他们两个一起冲了上去 白面子的最后一根尾巴破碎 变成了一个婴儿的模样 消散了 阿虎的伤口不断的冒烟 看着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阿虎走后 长月即将变成野兽 他将会是下一个阿虎 这时绝眉和易农一家人出现 绝眉感谢长月帮他们报了仇 绝眉破碎 绝眉和易农的灵魂 从绝眉中进入长月体内 小夜也将会拟自他们告别 因为冥界大门需要从里面关闭 可这时 作户童子出现 他将代替小夜 在门口 小夜见到了日式夜想的妈妈 妖怪长老过来说 日本将会沉默 他们将带领妖怪化身基石 撑起这个国家 一年后 郑友子听到汉宝宝三个字 还是会哭去 长月每次经过 曾经关押阿虎的仓库 总会忍不住的多看鸡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